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道長妹曲合長 恭念三稱本師證號 集開經濟 南摩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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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词 愿解如来真实欲寻放荡 各位大家,我们一起放开 六祖大师法宝谈经经本 底下总页数285页 我们今天从285页的经文调行 诗约,第二段诗约 我们一起看 诗约,烦恼寄菩提的地方 我们从这边开始讲起 诗约,烦恼寄菩提,无奥无别 若以智慧照破烦恼者 此事傲胜见解 阳路等机,善智大根,习不如是 简曰,如何是大胜见解 实曰,明以无明,凡不见傲 智者了达其境不奥 无奥自信,即是实信 实信者,处凡于遥不简 好,贤胜遥不争 助烦恼不乱 既禅定熬不及,不断不长 不来不去,不在中间及其内外 不生不灭,信向如如 常注不迁,明知曰道 简曰,诗说不生不灭 何亦外道 诗曰,外道所说不生不灭者 既将灭子生,以生显灭 灭由不灭,生说不生 我说不生不灭,本知不生 经意不灭,所以不同外道 如若益之心要 但一切善恶皆莫失良 自然得入清静心体 沾然长吉,妙用横杀 简蒙指教,豁然大悟 体词归却,表作诗语 其年九月三日,有赵讲义诗曰 诗词老吉,为正修道 国之不田 诗若静明脱吉辟业,残养大圣 传诗佛心,谈不奥法 协简,传师寿子,初来见之见 正击善于庆,述众上根 直师出事,顿悟上圣 感赫之恩,顶带无语 拜奉摩家沙及水军坡,赤勺舟赤死 修士语,适师救击回国恩寺 我们上个星期说明到这个第八 我们叫第八品,第八品就是唐朝 在那个唐,在唐的时候,在唐朝的时候 那个朝廷对于佛教,他的父子 当时候,昨天,太后跟宗宗皇帝 那请松山慧安国师和神秀 两位大师到宫廷来供养 并奉请他们为国师 他们两位大师都是一同推荐 推崇这个南方有慧能大师 他并受五祖婚姻大师的医拔 他是传佛心印的传人 那可以建议朝廷可以迎请六祖大师来 去参访六祖大师 所以朝廷就派遣 那群中的这个士官薛简 他带着少叔从这个京城远复到了朝西宝林寺这里 来迎请六祖婚姻大师 希望大师能够慈悲的能够迅速的赶到这个京城来 六祖大师接到这个少叔之后呢 他立即就上表 他表他年纪已经大了 身体的状况不佳 所以他慈懈了 你看我们一般来讲 要受国家的这样供养对不对 一般来讲 我像我们凡夫来讲非常高兴 你看六祖大师 他希望他能够到 表示他愿意在山林啊 终取一生 修道人就是这样的 他不会为这个明文立阳啊 去享受荣华不贵 绝对不会 所以我们修行就是要出离心啊 出离心很重要 所以我们看六祖大师这一段 我们就知道了 那有些人修行对不对 他要出明啊 明文立阳他没有断啊 所以说我们这一些没有断的话 我们内心没有办法一下安顿下来 所以这一些呢 也就是这一些 我们这个事件这一些 总统的这个现象啊 五一六成这些现象 总统要放下来 这让我们可以从这边可以了解 六祖大师他能够辞去这个朝廷的供养 那薛简就说 那城里有那些有那些啊 禅学的大师啊都说这个 都说这个想要气会佛道 必须要先求先习这个禅座的这个习定的功夫 一定要有习定的功夫 如果没有习那个禅座的功夫呢 想要得到解脱那是不可能的事 他有请问六祖大师 不知道你大师你的看法如何呢 我们前面我说过了 修主道之说道由心悟 取在作业 我们现在在作禅 我们需要作禅 作禅是习我们忘心 那是一个全方便 所以说就是说不是只有光靠作禅就可以得到的 我们讲道在哪里 其实道就是我们这一念心性 我们这一念心性清静了 他的作用一切法都是佛法 一切都是道 所以说我们道就是我们本来的这一念一心十相 就是我们十相心 我们绝代的这一念本节妙性 而不是道 你看我们讲说道 有人道 有三恶道 有三三道 人道 天道 对 社界 无色界 这一切的这个道 其实就是我们这一念心 缘了 看我们这一念心的成分 在哪一个 哪一道的法界的成分多 他就以后就到哪一道 我们就先让我们这一念心 缘尽皆离了 这一念亲近本性 这一念心就是道 把我们这个 因为我们有相对能所 把我们相对能所了解十相之后 把相对能所慢慢淡化 所以当我们迷的时候 你看 我们这一念心 本来是相对法 所以说我们所立的世界的种种的这一些名相 法相名词那么多 他其实是对峙我们的烦恼 尤其是对着我们相对的能所 我们今天就会说明到地球品 他就相对了 让我们相对法 对延伸之后众生 等一下后面我们就很快就会说明到 所以说我们知道这一些种种的现象 零零种种 其实我们众生执着了 起相 分别 有了妄想执着 悟的时候 你看这一些名相 他就转成为正治儒儒 所以我们在 《圆草嫩元经》的时候 就是讲到 五法三自信 八自奥无我 五法就是相 明 妄想 正治儒儒 让我们相 明 执着 那有了妄想了 他就不是正治儒儒 就是我们世间的世中自治变充 如果我们相 明 妄想 离开了这个执着 离开了妄想 那相 明 妄想就变成了剥弱智慧 因为他是正治儒儒 这些相是缘起的 让我们不执着了 那一切的现象 如天台中所讲 如是信像体力作 因缘果报 本末就见 一切的差别事象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因为他是缘起之法 缘起信空 叫我们不要执着 所以这个道 就让我们正念心 心体 心体就是道 所以心 道 心 道 我们讲有心 道 法 之 道 就是我们一心就是道 我们把一心里面 他本来是至善严满 是我们自信他本极足的 由于我们取舍了 变成了我们的世间烦恼 所以六祖道师 对于这个 这个道就告诉我们说 道是有心物 不在这个 在这个禅作 那薛简就问了 他必定他回到 他 他回那个 回京城去的时候 一定是上面会 希望说 那个 了解这个 这个 这个心药啊 说六祖道师 你既然不能去 就把这个 修行禅法 心药 是不是能够 让他 告诉他 让他回去 能够传 传奏在两宫 在那边够修行这个 学这个禅法 譬如呢 一灯 譬如一灯燃百千灯 明者皆明 明明无尽 他就是出在 维谋集群里面 这种公案 我们上个星期也说明到了 那六祖道师说 道无明案 明案是卸代之意 明明 明明无尽 亦是有尽 你看 金金讲 明明无尽 亦无名尽 无名尽 来自无老子如老子尽 有这个相对法 那我们这个道里面 他本来法而如释的 他没有 没有 这个 不是有卸代 不是有身边的卸代之意 明明无尽 亦是有尽 是相待立民 所以这六祖道师又比喻这个金明经 法无有比 亦无相待故 是我们结代一心 那为什么相待 因为我们世间着在 相对能手里面 我们世间人本来就是这样子啊 如果从我们的这个 一心 实相一心里面 他本来就是没有相对待的 学前就问了 那明是比喻智慧啦 暗是比喻烦恼啦 修道之人 如果不是以智慧来照破烦恼呢 那 那无死生死要怎么样才能够出离呢 我们讲说这个 这个是所谓的 这一段经文 简单讲 我们一般人都是这样子 我用智慧来照破烦恼 那是我们的前法 前方变法 你现在我们现在有能所相对待的 有烦恼 当然我们用智慧来照破烦恼 那 六祖道这是从我们自信上来说明的 所以 节点讲的这个智慧 是我们一般人 还没有 他说我们修情人 不是以智慧来照破烦恼吗 不是以这个民来去无民吗 就是我们从我们的一般来讲 都是这样子 因为是 这都是相对待的 依 有 我们以空来破 是相对待的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讲前法 前方变都是这样子 因为我们都在相对待里面太久了 但我们先方变的 前方变用这样子 所以 有了无民 所以我们有烦恼了 迷了之后 取向了 身心了 种种烦恼了 我们就有了无民 所以才立了一个民来对治我们的无民 所以立一个智慧来 对治我们的烦恼 那就是如同我们讲前面 因为薛姐呢 他是在 那个 北方神秀道士那边 他们都是刚开他们的修行方法 助心观尽 实施勤婆式 勿使惹成爱 惹成爱 一般我们修行没有从这边下手 我们达不到像六祖道士的 普理本无数 明敬义非 达不到这个 所以我们这个是前方法 而不是说 这个方法 是不对 但是从我们自信本具的来讲 那个都是方便而已 所以说 他问来修道之言如果谈说不是智慧来照破烦恼 那吾死也来生死要又怎么样处理呢 那六祖大师接着说啦 看今天我们接下来说明到了 六祖大师开始 施曰 烦恼既不提 无奥无别 若以智慧照破烦恼 此事 奥胜见解 阳路等级 善根大字 稀不如是 六祖大师说 烦恼既不提 无奥无别 为什么呢 我们自信里面 没有所谓的烦恼 也没有所谓的菩提 自信里面 饱如是 也没有所谓可证 可烦恼 那个烦恼 因为烦恼和菩提其实都是什么 一心的体用 我们执着啦 你看我们这一念 本来这一念空灵灵空的节之性 就是我们现在墨学在讲话的 各位听得清清楚楚 那是以我们的文信 借着文信显现发出来的 那始终都在啊 那个节之性的 节之的功能 从来没有 从来没有这个 失掉过啊 它很恒常如是 但是 如果我们是说明到某一种的人的名字的时候啊 诶 我们有身见 诶 我们反正我们就注意啦 一注意的时候 就对于有的好坏啦 好的我们生欢喜 对不对 坏的我们心就排斥啦 就是这个问题而已 你看文信里面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那是我们的无助真心的显用 那一无助真心的显用 一接触的时候 有能所相对的习趣 马上变成了相对待啦 问题在这里而已 都是我们的习趣啦 所以我们众生的习趣都是这样子 所以说 我们反扑啦 是见相啊 他不见性 所以我们从这里 我们就在自常生活之中 就懂得来关照 我们因为有能所啦 所以烦恼跟菩提有差别 就烦恼是烦恼 菩提是菩提 就变成有这个差别 那我们反扑与菩提 我们可以说 我们用这个 这个几个层次 两个 这几个层次来说明 第一个 就是像 有些人平常没有学博啦 对不对 但遇到逆境的时候 生病啦 我们讲说 师父教导说 好好念博 哇 他很用功啊 一直每天都一直念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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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到最后非常均静 到最后 世间的烦恼 他就忘掉啦 因为他很均静嘛 念佛 念好的时候要回向 他忘掉的时候烦恼非常均静 所以世间这是我们世间的烦恼去补体 我们世间人都这样 没有学博的时候 对不对 不知道这把义的时候 我们 师父跟我们怎么讲 对啊 我们就好好 相信师父 所以出家人有出家人的威德 那有人在受了菩萨戒的时候 你要接其佛法受了菩萨戒的时候 在境界中立誓恋心 你看我们在立誓恋心的过程之中 因为我们要什么提升 所以说有各种的顺利境界的考验 我们都会有顺利境界的考验 我们你要在顺利境界碰到顺利的体面的时候 我们遇到我们遇到就我们讲 懈怠啦 就懈怠之鱼 就会懈怠啦 那遇到逆境的时候 我们就取贪生枝啦 慢鱼啦 会有这个顺利两个境界碰到 我们凡不碰到境界会有在谜里面 遇到境界我们就取贪生枝 所以凡不在境界里面就造业啦 那我们修补大道啦 刚才讲说我们这个从前教的方法 对 前余的方法 在顺利境界中对峙烦恼啦 把我们扶持有的烦恼机器慢慢把进化 把这些烦恼机器种子把它拔掉 借着忏悔 借着我们讲说 做在誓宴里面 或说我们 能够反照 在这张生活之中 当我们做错的时候 马上把它转过来 忏悔业障 把我们的习气慢慢转过来啦 拔掉啦 无时以来习气拔掉 让我们心都清静啦 那你看 以前是烦恼啦 那转过来啦 那就是变成 转成菩提啦 跟菩提相应啦 这也就是我们讲的 凡夫的修行过程之中的烦恼即菩提 那如果我们从实教 实教菩萨来讲 实教的烦恼即菩提 那烦恼是什么 以众生的烦恼为烦恼 菩萨就是这样 其实内心里面看起来有烦恼 他内心都清静的 所以以众生的苦为苦 所以以众生的热为热 他所证的就是我们法界一心 所以他就烦恼即菩提 我们从体会到这个程式上 就这边说明 所以就到所谓的烦恼即菩提 最主要是证的一心 主要是什么一心 因为烦恼没有烦恼的这个实体 菩提也没有菩提的实体 如果我们不明一心 那就我们不了解 这一所讲的烦恼即菩提 我烦恼要命 怎么会没有烦恼呢 烦恼怎么转成菩提呢 你看我们烦恼不断的相细的时候 相细的把法甲当真的 把梦境当真的 那一直想想到最后 你看 种种的现象的造义症啊 忧郁症啊都来了 对 有人看了很开 一过了就没事了 你看他每天过的生活 一样啊 所以看了主日自在人皆是 是一样的环境 但是每天他都没事 每天都是内心都安详自在 内心充满法喜啊 所以我们就知道了 我们一切的现象就是 我们这一切心染灼啦 因为昨天 墨学啊因为在 那个 石牌啊 石牌的原始佛教啊 也就是墙 墙师部那边 墙地宝师部那边 那边 因为墙师部现在在 呃 现在可以回回 他一阵子都在台湾 因为我们讲说 这 这肺炎的 那个问题 他都在台湾 啊 那 因为理事 理事 理监师会啊 去参加 他是明把 明把法师啊 明把法师也在我们 七楼 好像礼拜奥 每个礼拜奥 就叫做禅 他也是开释啊 对不对 那我们心啊 一样啦 我们心 如果说我们心 都是在这个 恶里面啊 对不对 你怎么样的布施 怎么样这样 信念都在 在恶法里面 对不对 那你怎么布施 你感觉也是不会得到快乐 因为方法错了 啊 如果我们 不断的布施 我们不是为自己 慢慢烦恼 相对吧 没有啦 心清静啊 你所做的一切 都是跟 我们自信相运的 那是充满法喜的 所以我们要知道 我们所做的一切的这个 不要有所得的心 都是为众生 当我们为众生的时候啊 我们的这个烦恼啊 慢慢就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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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烦恼是从我们 直走而来的 所以说我们六度里面很重要 要布施把我们的佛 把我们的这个 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德啊 融缩成这个七 七种方式来 让我们契入借修得显性的 这个是一个方便方法 所以说 我们知道这个 要达到烦恼记菩提啦 其实他本来 我们这些心性 他本来也没有烦恼 也没有菩提啦 所以说 我们修行之要转 烦恼成菩提 这是一个方便方便方法 等到我们烦恼越来越少啦 不被这个境界所困惑啦 那就转成了烦恼记菩提 就发现了 原来烦恼跟菩提 他当下就是空训 所以 他不是有一个 这个烦恼的一个实体在里面 也没有一个 菩提的实体在里面 他当下两种都是空训的 所以 菩提只是一个假名而已 烦恼也好 所以菩提也好 都是我们这些心性 起了这个 染进不同的作用而已 所以我们了解这个道理 原来 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了 原来这个烦恼 到了这个 这个 体悟到这个道理之后 真通放下来 以后你就 会察觉到 既无烦恼也无菩提 都是一个方便劳力的 无有一法可得 所以我们修行佩法 你看 告诉我们 破见惑跟失惑 见惑要怎么破 失惑要怎么破 见惑就是知道了解一切的境界 是虚幻的 对 你看我们见惑 深见边见 见几见 近界几见 邪见 因为执着啦 他有这一些的 看法上的错误 那了解失像的时候 你看 因为我们看法上的错误 当然我们思想上 就跟着错误了嘛 了解失像之后 要破见失惑就容易了 没有什么 因为外面的境界是虚幻的嘛 万言放下来 见惑也破了 失惑 以前的习惯 也慢慢改正过来啦 所以见惑失惑要破就容易 如果我们 不了解失真相 要破见失 要破 那除非到 到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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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寂静啊 深山啊 远离 远离在溃闹这地方 所以我们修行 经常都告诉我们 像 我们讲 一教三经 里面都告诉我们 修行刚开始要 要什么 远离溃闹 到 清静的地方 一般都是这样子 那我们了解失像的时候 我们可以在 世间里面 来立直练心 差别是这个地方 了解失像 修行就是很多方便 不了解失像 我们只有 到这个 比较清静的地方 所以说我们出家人 跟我们在家人 不同的地方 因为他在家 他出家了 像我们一般的烦恼 他少了很多 可以说少了 一大半以上 我们在家 每天都接触这个 四项上 所以我们了解 不断的熏奇 新地板 了解 十项的道理 能够让我们 慢慢把我们过去的 五十以来的 见或失或 慢慢淡化 所以 十页 煩恼 祭菩提 如傲无别 那若以智慧照播煩恼 则 此事 傲盛见解 比喻是 阳路等级 上至大根 西不如是 六十大之后 六十大之后 如果你一定要用到智慧来 断烦恼 那就是傲盛人的见解 傲盛人他是 迫向入空 你看我们讲说 这次第三观 先求空观 是迫我们的有 所以 那 傲盛人就是 迫向入空 正了空性的时候 你要正了一切智 正了一切智 那从空出甲 在行菩萨道 立志炼心 来破什么 成杀祸 那是假观 那空甲不好 那就是入了中观 有甲能够入食 那是别教的 次第三观的方法 所以说 如果说 你一定要用智慧 照破烦恼 那就是傲盛人的见解 因为他不了解 前面所说的 凡老祭菩提 生死 纪念盘 因为还有 因为还有这个 生死 可了 还有 还有这个 凡老可断 生死 可了 所以说 从先帝法门 物食向 凡老祭菩提 生死 纪念盘 就是我们这一念 节之性 让我们了解这个节之性 我们的佛性 我们的节之性 它永远都在的时候 你看 外面进去怎么变化 我们的佛性 我们的节之性 它永远都是横索自信的 你看我们比例像 像大陆那个变脸 有没有 那变脸 一下子变脸 一下子 它怎么变怎么变 外面进去怎么变 它脸 它的本体的脸 还是永远都是这样子 是不是 那变脸 我们从这变脸去体会到 那个像 外面的像 不断的在变化 不断的变化 那肉身的那个脸 它本来是不动的 那就可以 从这去体会到 我们的知性也是一样 它永远都是不变的 我们才知道说 哦原来 烦恼跟菩提的差别在内 就是染菌的差别而已 它不是真的有这个实体 所以说 若以智慧 就知道说 若以智慧 所以造破烦恼呢 那是奥山人见解 是阳车路车 不是大白牛车啦 是属于我们奥山盛的 以前那个智宝和尚 他有一段开示 我们把这智宝和尚再开示 他说呢 大道常在目前啊 虽然目前难见啊 若易悟道真体啊 莫除深色语言啊 语言即是什么 大道 说话的这个 这个显出来的 语言就是大道 这个我们可以从 那个副大师那个 夜夜豹佛敏 有没有 夜夜豹佛敏 他讲 夜夜豹佛敏 你那久无不拨 你看 每天都跟他在一起啊 睡觉也是夜豹佛敏啊 起来的时候 每天都跟他在一起 就是我们的佛性啊 每天都是跟着他 所有的動作沒有佛訓 我們這個作用就沒有了 所以說所有的作用 行事作用 其實都沒有離開我們的佛訓 一知佛去處 你要知道佛去處只是陰生事 對不對 所以說語言即是道道 只是陰生 這個說話的就是 就是我們從佛訓顯現出來的 所以我們了解 道不是在外面 就是我們的心性而已 所以不假 斷除 煩惱 煩惱本來是空極 所以煩惱是我們的我寶子 我寶子一出掉了 一切的作用就是我們真如體性的妙用 妙用如橫沙 所以煩惱本是空極 因為我們有其責 有了分別才有這個煩惱 就是我們還沒有誤本心的時候 會知道 所以就知道說 那上次大根的時候 氣不如是 根性比較立的 它不是這樣 如果那個真正也就是說 如果能夠真正錯誤本性的人 它是不是這樣子的 因為它了解了體悟啦 完全都是我們一心境界 它知道 全是俱理 全與俱正 全波俱水 全水俱坡 知道 只是我們自己的心 這念心 說心外無法 法外無心 所以一切法 都是對峙我們的這念心 如果我們沒有這個相對能走的心 佛就沒有一切法 就不需要說一切法啦 所以不悟 實相 以為外面有境界啦 我們反覆都這樣 瞭解是這樣 我們就不一樣啦 瞭解啦 我們就依心地把我們所悟的 在生活之中 來把我們的無時以來習氣慢慢慢慢淡化 所以在我們迷的時候 就煩惱 悟的時候 就是夢醒啦 就知道外面那個境界 就是像夢一樣 夢醒啦 夢醒啦 你就將運到實相 一心的道理 知道啦 之前是被外面境界騙啦 現在瞭解啦 原來是我們自心 眾生是自心分別 自心向好矣 以後不再判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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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 那就是從澳聖 從我們斑鋪轉成了這個大聖的更性 所以說上至大根 西部如是 我們再看第三行 285月的第三行底下 簡約 如果是大聖見解 實曰 明以無明 凡不見道 智者了達 其境不好 無好之信 即是實信 實信者 處凡以而不檢 在賢盛而不爭 處煩惱而不亂 積禪定而不及 不斷不長 不來不去 不在中間及其內外 不生不滅 信向如如 常處不簽 明之曰大 如果我們已經宣奇了這個心理法門 宣奇了一段時間 這段經文 我們就不難了解啦 一看就很清楚啦 所以接著就問啦 那大聖的見解是怎麼呢 大聖的見解是怎麼呢 實曰 明跟無明 凡不見道 智者了達 其境不好 無好之信 即是直信 這個也是出在 這段經文 也是出自在大布涅槃軍裡面的 第八 簡八 裡面的簡八 就如來信品 第十奧這一段經文 在大布涅槃軍 這個明是指我們講 智慧 表法是表智慧 無明就是 表這個 是我們的癡癡 表什麼 表惡法 一個是 智慧是表善法 那個癡癡是表惡法 所以凡夫見傲 智者了達其境不好 我們凡夫有能有所 有能所是傲 是相對是傲 有相對就是傲 那智者了達其境不好 開悟了人啊 悟了實相的人 知道一切萬法都是我們一心 絕大一心 那 迷著心 那就有染污啦 對不對 不知道是真相 有啟捨啦 那就是無明啦 所以無明就是 銀焰相對待的 當我們銀焰相對待來 就有了無明夜相啦 你看我們講 銀焰無明生三系 當然一念無明的時候 就把我們真如轉成了阿賴元啦 所以無明夜相 有 接下來就有能見相所見相啦 第一個無明夜相 就是把真如轉成了阿賴元 阿賴元就有了能見的這個見分 跟所見的相分 所以說 這是我們講的根本無明 然後呢 我們藉著這個境界啦 就威元境界長六出啦 六出第一個是志向 志向就是編別外面的境界 把外面境界 把外面境界當作石友 是我們心顯現出來的境界 它綁到 當作石友 像夢中境界 你把它 夢中境界當作石友的一樣 再來就是相細相啦 念念相細去分別那個境界 再來就是直起相啦 第四個就是記名之相 抓住這個明相 抓住了實質 把它當作真的 那就有起業相啦 起業相簡單講 就 起業就造業啦 造了業就有香氣 我們講古相啦 對不對 業系古相 香氣相 不斷的造業 香氣啦 所以我們常講說 眾生是迷惑造業受苦 迷惑造業受苦 就是 我們一般眾生都是這樣 沒有歇西波百一定是這樣子 貨業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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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貨業苦這樣 不斷的相細 所以說 我們有了賤之禍啦 賤之禍 根本無名為序 所以說 我們其實它本來就是我們講 性相不好的境界 本來就是我們如來賬 妙真如信的 所以把這個 施法界本來是一心境界 轉成了我們種種的煩惱 差別是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明擺了實相之後 不再攀岩啦 知道了解境界是虛幻的 能夠隨順我們的真心 隨順法性 所以說 那無名呢 我們講就是以它不絕啦 有了起相啦 所以說 其實這個名跟無名 其實都是我們這一念心境而已 這無名 這一念心動啦 就無名的 起相啦 簡單講的這樣 我們凡夫不善用真心 佛是什麼 善用真心而已啦 我們跟凡夫的差別是瞭解的 瞭解之下 我們以後我們也是會善用真心啦 慢慢善用真心的時候啦 那就是前面六主大師開宗明義所講的 菩提自信 本自清靜 但以此心 直了成佛啦 那就是善用真心啦 你看到了這個金剛經講 應無所住 之後熬生其心 奧盛人就是 應無所住 他沒有生其心 菩薩是 應無所住 熬生其心 他善用其心 那就是我們的廟智慧 所以這個時候 明與無名 其實都不可得 這是我們這一念 空靈靈空的本節妙性而已 無名本空嘛 為什麼不可得 是無名本空嘛 本節本有嘛 本有的東西嘛 你有節之信是本有的嘛 無名是染著了嘛 如果我們了解的事實真相 當下就是什麼 胡傲之信 胡傲之信就是急躁的 這一念 胡傲之信就是我們講 你要眼睛閉著 聽得清清楚明白 那個是急躁之信 那急躁之信 當下就是佛信 眼見色 耳聞身 對 我們講 鼻嗅香 舌腸胃 當下就是我們佛信的妙用 但是他不利能所相對待而已 所以說急躁之信 其實佛信 當我們一念不然的時候 就是這一念中道 我們講說 這個中道佛信 中道心現前了 我們的本地風光就現前了 那就是實信 所以實信者 處凡與而不卷 再賢 再賢 而不爭 我們每一個人 蝙傑廟信 他都是一樣啊 他從來沒有失掉過 他蝙傑廟信 永遠都是這樣子 都是平等的 凡聖都平等的 所以金剛精彩講的 四法平等 無有高下 世民阿諾多羅三秒三菩提 你就知道了 原來就講我們的這個心性 每一個人都平等了 跟佛是無好無別的 這是我們的每一個人 本錢廟信都一樣啊 所以在凡好不卷 在聖好不爭 凡夫也是一樣 聖賢也是一樣 賢聖都一樣 都是我們這樣聽得清清楚明明白白的 這念心性 但是 賢聖是用 用心如敬 他不僵不允 不會動心啊 就寥寥藏之 不著空 不著有 我們凡夫同樣的 輕輕地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可是我們一清楚之後 馬上就迷了 為什麼迷 攀岩啦 攀岩就是簡單講 攀岩就是四星啦 真心加上那個雜染心叫四星啦 四星 就攀岩啦 被境界隨境遷流啦 被境界轉啦 那就照生死夜啦 其實 我們這一念本節廟信這一講很清楚 處凡好不檢 再是賢聖好不爭 那住在煩惱也是一樣 不亂啦 煩惱既菩提啊 因為我們本性是空局的啊 自信沒有 為什麼會處煩惱不爭 因為自信裡面沒有煩惱嘛 都主道知道 本來無一物嘛 何處有塵埃 自信本定 那機禪定熬不及 雖然信是什麼 是空局的 沒有一法可得 但是它不會斷滅啊 它有無量無邊的妙用啊 它有體有用啊 當跟神接觸的時候 它所限的就是剝弱智慧啊 我們所限的就是這煩惱啊 所以讓我們自信 它體用的時候 就是所限出來的就是剝弱智慧 我們稱為講霸極大用 會限這個作用 限這個霸極大用幹嘛 教化眾生 幫助眾生 所以基禪定熬不及 那如果這住在禪定啊 那就修行修行到最後 這個是末節早期的這個問題 好啦 每天沒事的作禪作禪 好啦 外面外面外面現象也盡量去那個 那剛開始都這樣子 所以說那就是鑄禪定 是用鴨術的 用鴨術的 不了解是這樣用鴨的 那用鴨的話就是有體無用啦 那就外道的最高就是外道的無想定 或是至公定 外道是無想定至公定 也是沒有出三界啊 也出不了三界啊 所以佛教告訴我們 佛法會告訴我們的實相 了解 誤了實相 道由心路 誤實相 誤了我們本心的體用 所以我們講說我們這一念心 是如來藏妙真如信 這是我們如來藏的本妙結信 你要找他心體找不到啊 他是空靈靈空的啊 所以他是不斷不長啊 如果我們把它壓伏啦 把它斷念了壓伏啦 那就有體無用啦 就不能靈活啦 那不來不去呢 那就是急躁之信 他急躁之信 躁而長期 急躁常躁 在作用上來講 用躁長期 急躁常用 他沒有來去 所以任元經講 當處生起 當處滅去 所以當處生起 當處滅去 我們也可以體會到 這一句話也就是講的 遠起 現功 現功 遠起 一樣啊 我們看了是有 對不對 他當處生起 當處滅去啊 不是真的有啊 像夢境一樣啊 你看看起來 有來來去去 對不對 有生有滅 他是當處生起 當處滅去 所以不斷不長 不來不去 也不在中間 急躁內外 我們這念心 不在中間 也不在內外 他說我們心體是像七空一樣 任元經前面的三卷 七處真心 十方顯現 七處真心 心不在內也不在外 也不在中間 要告訴我們 那說這個我心 這個也不是那個也不是 那我就沒有心啊 所以開顯 十方 一切無處不自然的心 十方顯現 去大 接觸在上 妙真如心 所以我們執著了 心有在內有在外 在不在中間 所以說這就是像 心就像七空一樣啊 那七空沒有中間 沒有內外 沒有這個七空之量 就是大師前面講 心如七空 也無七空之量 也無七空之相 所以我們這念心 不在中間 也不在內外 不生不滅 信將如如 常住不簽 明之約道 六處大師在中間 告訴我們很清楚 那麼是道 這樣的心 來來其他沒有 本來是不來不去 不在中間 不生不滅 本性 本質如如 常住不簽 正願 即要張照照相,像是什麼?就像鏡子一樣。鏡子照相,有它的像。鏡子照了有它的像。像就是照,照就是性。 性像是一樣的。鏡子沒有照的性,那也顯現不出這個像出來。 所以說像是由我們照性而顯出來的。性像是不能分開的。它是一件事情的。 我們的心也是一樣。所見的像是我們心顯出來的。 所以我們就知道說,原來我們的心體是什麼?就是像季空一樣。但是它能夠顯現各種的現象。 所以說我們講說,那季空無相,它不會萬象發揮。 就是我們真的心了,就了解這個道理。 所以說如如其心,其實就是真實。所以說跟神接觸了,具體具用,體用不傲,體用易如。 那我們幾道之信是沒有變化的。說明、知、約、道。 這個心情的作用就是道啦。 所以說我們講說,什麼是剝弱? 剝弱就是我們心清淨的,它顯發的作用叫剝弱。 簡單講是這樣。讓我們心清淨的,一切作用就是剝弱。 所以我們不要認為說法相名詞很多,好像不想要怎麼。 就是當我們心清淨啦。 所有一切的作用,它離開了能所啦。 作好無作,無作好無作,相對能所,不執著的內心放下來啦。 一切的作用就是剝弱。一切的作用就是剝弱。 一切的作用就是生,就是無生。 我們就知道這道理。都是我們心體啦。 我們這邊講一個公案。 過去有一位這個居士去參這個得生禪師啊。 他說,弟子老啦。那個禪難到南席啊。禪,這個境界很深啊。 不知我要怎麼樣修啦。 所以呢,但遲些經啊。念些佛啦。 我終了了因緣啊。 他就說,年紀大啦。不曉得禪要怎麼修啦。 只有我念念經啊。對不對? 我說,念念佛啦。 他說,了了這一生的因緣啊。 那德山神就說,不難啦。 一許善存啊。至此不容少謝啊。 就是說,你只要這個一切,一切其實都是現成的。 有什麼不能啊?有什麼難呢? 就是我們講的,他就講的,就是我們存善。 一去存善,就是我們這一念心性裡面,他是存善的。 因為沒有相對待就存善了嘛。 有些人相對待才有善惡之分嘛。 當我們沒有相對待的時候啊,看起來是惡的。 他也是善的。那是菩薩的,都是慈悲。 所以我們講說,觀世音菩薩大自大悲,獻慈悲相。對不對? 獻甘露火王。 焦面大事種種這個相。 他也是慈悲啊。一樣啊。 就當絕代的一心的時候,那善惡都是一切法,都是佛法。 因為沒有我所的嘛。就是我們自信他的妙用。 所以當我們一氣存善的時候,就是明心見訓啦。 絕對不是懈怠啦。 而且你看,而且這個慈經念佛啦,還是樣子啊。 他說,優勞心力。 但職下認得只是。 那職下認得就是一切都現成的。 不是不能,每個人人本聚的啊。 那就是誤了我們自信之後。 所以我們沒有誤自信之後啦。 你念佛參傳各方面,其實到最後也是要誤了自信。 到誤了自信的時候,有一切現成。對不對? 是法平等無有高下。 只是我們不能承擔啦。 誤了自信。原來就是,這念心信,當下就是。 當下就是。 沒有什麼不能的啦。他開始了。 那這位機師就又問啊。 老生,他說老生貪睡啊。 患不能行啊。 怎麼叫的叫不行啊。 我們一樣啊。 怎麼熏期那麼久了。 聽了無助真心。 硬無所住好生期,聽了不知道。 聽了上千遍上萬遍啊。 我們還是一樣不行。 那得生禪子,他說這個,我這個老生啊。 貪睡啊。患不行啊。 那個得生禪子又說啦。 邪道在心啊。何觀其事啊。 前面講,我們講說道由心悟嘛。 道由心悟嘛。 其在作也。其事啊。 當我們是悟了本。 但能夠悟本,對不對? 莫就不滅啦。 就是,如果我們能夠了解這個, 這念心,對,日常生活是處自在街市。 但是,那個這一些都是莫啦。 過了本心的時候,那個莫,他不離本。 一切現象,處自在街市,一切都是道。 只在我們作用上,不迷就好啦。 我們不在,因為我們迷,不要再攀岩就好啦。 攀岩一定有相對的。 不攀岩,信就親近了。 那以後的作用呢,看起來有相對待,對不對? 它作用相對待,那相對待就是不對待。 因為這一心,一心的體用好遠。 那是潑就是水,水就是潑。 所以說我們,以德本悟了一心之後, 我們就是,你提到知道這體是空極的, 像是什麼?它智慧像,像光明。 我們這一切真報真經也好,一報世界也好。 一切境界,當下就是,當下就是, 既空,既假,既中,當下就是實相。 你有沒有境界?對不對? 有啦,你不能說這個,這個要住這個境界是沒有啦。 當下這個境界,當下也是空極的。 當處生起,隨處滅去。 這個我們常常了解這個道理。 那就是遠起信空的道理。 當遠起信空了解很深的時候啊, 你就慢慢會體會到,哎呀, 我講了一切的現象,原來不離遠起信空啊。 都是遠起信空。 不同的法項名字,來體會。 文字來讓我們體會。 原來就是,你看當處生起,隨處滅去。 那是什麼? 空有同時啊,是不是? 那你看有,當下就是空啊。 是不是空有同時? 就空有同時啊。 當下就是真空妙有啊。 就實相境界啊。 所以說我們就知道,所以說, 不得本心,莫也不媚。 就是這位,這句子又繼續問啊。 那如果是不媚呢?不媚處呢? 什麼是不媚呢? 傳史又說,日用之間,以莫動盡,行處作惡。 一言,一盡奉緣,喜怒哀樂,何時滅得啊。 其實我們清清出明,白白的這件自信,體用而已啊。 就剛才所比喻啦。 我們的這個變臉,種種現象,種種變化,它還是一樣啊。 臉還是臉,那本來沒有動。 外面經節有變來變化,有看起來有生滅。 它體性就是不變的。 所以性相是一如的。 所以常注不簽啦。 就是一接觸就明白,一明白就有它自然的作用。 但逆於勤勢啊。 故為之滅,三滅那滅。 滅就是昏滅。 昏滅那個滅,三滅那個滅。 這昏滅啊。 確記,捨止,日用,熬別,求不滅。 這個時候呢。 那這位記事聽的時候就是,欸! 你了解啦。 所以,禮謝熬退了。 所以我們知道萬法都是空了。 不再放假就好啦,放假就好啦。 了解實相放假就好啦。 不再執著啦,知道是空了。 不會執著,萬言放下。 能在生活之中,能夠隨順法性,隨順眾生。 我們在生活,在日常生活之中,就隨順眾生的分別。 自己內心了無分別,是親近的。 不染就好啦。 你看我們,當我們如果說還相對法的時候, 我們不染了,看到外面的境界還在染, 那我們心裡還有這個相對法。 當我們心親近的時候,染也不染一件事情。 好。 那我們了解這個道理之後, 在這場之後,把我們這個無時以來的習記, 慢慢慢慢淡化,慢慢放下,學習放下, 關照放下。 如果我們跟神一接觸了,有其次上的變化, 馬上就放下了。 那是我們無時以來的習慶。 這樣在日常生活之中,不斷精進用功, 不斷關照,最後打成一片了,那就成功了。 那就是任何事情,到我們這邊來, 唉,寥寥分明,但是不被境界轉。 所以這一講,實性者處凡於而不檢。 那是在閒盛而不爭, 住煩惱而不亂, 積禪定而不斷不藏不來不去, 不在中間內外。 所以,不生不滅, 如族之信, 常住不簽, 明之夜道。 所以我們六祖大師, 從這個心地法門來告訴我們, 我們在不斷心, 唉,我們就越來越清楚, 越來越清楚。 原來這念心到, 原來他不離道, 我們生活之中不離道, 是我們過去不知道, 攀岩外面境界。 所以說我們就從這一段經文, 我們就對這個心地法門, 我們就越來越清楚, 所謂講了這個, 生就是不生, 滅就是不滅, 我們也清楚啦。 我們再看底下, 285月, 285月, 經文1,2,3,4,5,6,7,8, 第八行, 第七行,第七行, 剪曰,有沒有? 剪曰,我們看一下, 明之夜道的底下, 剪曰, 師說不生不滅, 何以外道? 師曰, 外道所說不生不滅, 將滅子生,以生顯滅。 滅由不滅,生說不生, 我說不生不滅,本字不生, 今也不滅, 所以不同外道。 所以六祖大師又把這個跟外道的差別, 佛法跟外道差別, 這段經文就講很清楚, 因為, 學姐人說, 大師你說的不生不滅, 外道也說不生不滅啊, 你所說的這, 不是跟外道所講的是一樣, 都是不一樣, 兩個外道跟佛法講的都是一樣啊, 都是不生不滅啊, 你說的外道, 所說的這個法, 好像一樣啊,都一樣啊, 有什麼不同呢? 六祖大師說, 外道所說的不生不滅, 是將滅子生,以生顯滅。 滅由不滅, 說生,生說不生, 就是大師說, 外道所說的這個不生不滅, 是將滅子生,以生顯滅, 由滅不滅,生說不生, 因為這外道它是不務實相, 不了解實相的道理嘛, 外道社不務無生嘛, 他執著這個正報身心, 是依報世界都是石油的嘛, 他們是以為修行可以升天啊, 或是說這個修行升天是沒有錯, 但是還不是究竟嘛對不對? 你看我們講說這個, 像這個天主基督, 他們都是, 什麼上,上帝要升, 一樣要升上帝嘛, 因為實善心, 從伯伯來講, 實善心那就是, 跟那天主教的那個基督教是一樣嘛, 到上帝那邊去嘛, 就實善嘛, 那最近我接了一個電話, 他打電話來, 他說, 先生啊, 我跟你講, 這電話給我幾分鐘, 我說好啊, 那你就講嘛, 他說, 現在這個市體那麼亂啊, 你看那麼亂啊, 上帝告訴我們, 有一個地方啊, 它是比較安全的地方啊, 後來聽到一直講, 都要相信戰地啊, 我說沒有錯啦, 我說好, 最重要就是要什麼, 要相信自己啊, 你的心啊, 要跟上帝一樣啦, 不是要,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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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要, 要那個信上帝啦, 我說要先信自己啦, 你的心啊, 要跟上帝一樣, 你才能夠, 你不是說靠, 全部靠上帝啊, 上帝沒有辦法把我們的煩惱拿掉啊, 說靠我們自己啊, 不是靠上帝啦, 靠我們, 跟修, 我們的心要跟上帝一樣, 他聽來很起勁啊, 他說希望說, 改天要跟我聊, 有時候又來啦, 我看到那個電話, 有時候, 有時候不在, 那看到那個, 都是啊, 所以我們的心一樣啊, 上帝也是一樣啊, 就跟我們, 知道我們事件是苦啊, 先到上帝那邊, 不要兜到上帝那邊, 不要兜到上帝道啦, 那佛法講的最究竟, 就究竟, 不是說他那邊, 他是不究竟而已啊, 不究竟講不究竟, 這方便不究竟, 言還沒有成熟啦, 那我們有一天, 對不對, 久了, 不曉得經過了多少次了, 他們也會相信佛法一樣啊, 這到底一樣, 所以說, 他們修行都認為, 是升天啊, 到這個上帝那邊, 就最安全的, 因為我們這邊, 當然啦, 我們這邊, 天上比我們這邊安全多啦, 沒有錯啦, 那或者是有一次, 一半啊, 大半天那個半啊, 合而為一, 我們講說天人合一, 對不對, 就是涅槃啦, 外道認為是, 都是半所生的, 所以說我們回到, 本體界啦, 回到了半啦, 那就得到解脫啦, 那就是涅槃啦, 所以外道, 他們執著有生, 有的, 切執著呢, 是無生, 他們是從有無傲保而生的, 或是從自然熬有的, 所以外道, 不了解實際上, 他們用以生指滅, 或是用以滅指生, 用壓的, 他們以為是有的, 所以以生指滅, 生起了一個念的時候, 因念指萬念, 用壓的, 用壓的, 讓妄想斷啦, 其實就是入手, 我們開始入手的時候, 也會用這樣方法, 但是入手你不知道的時候, 你常常都是用這樣的話, 那就是有體無用啦, 所以, 他用這樣方法來保住, 住心觀進一樣, 我們講說, 念佛也是一樣啊, 那念佛法門, 我們講說念佛法門是用壓, 如果說是我們心求極樂, 那手氣縮佛心求極樂, 如果說從念佛法門來講, 要到我們的, 跟我們自信這樣, 我們講說自信密度, 唯心進度的話, 那還是一樣, 一個方便, 所以一般念佛的時候, 他就比較, 像連社人那邊, 台中連社, 他比較, 沒講這個, 唯心進度自信密度, 他是, 心求極樂, 手氣縮佛心求極樂, 念念跟, 念念都是阿彌陀佛, 就佛話說阿彌陀佛這樣, 那這也是一個方便, 到最後到阿彌陀佛的時候, 阿彌陀佛還是會, 教授我們要什麼, 從相對法入一心境界, 所以說外面, 那個入左方便都是一樣, 都是, 剛開始都是方便, 方便, 全方便法都是一樣, 都是有相對能左的, 如果我們把方便變成了究竟, 那就是外道, 我們佛把佛門外道是因為, 不了解這個道理, 到最後執著, 那就變成外道, 所以我們稱為佛門外道, 如果我們經過這樣的過程之中, 回到本心, 那是一個全方便的方法, 我們就知道了, 所以說不能執著, 修行的過程不能執著, 方便有多門, 歸原無奧路, 回到我們一心境界, 十相一心結代一心而已, 所以最後, 唯有能夠, 直下能夠頓起, 直下會起, 直下頓悟, 那就是前面六主大師講, 道由心悟, 道由心悟, 原來是這樣子, 直下會起, 悟了十相, 悟十相之後, 才有辦法真正的頓托, 當下放下來, 空有放下, 中道不存, 我們這念親近本性, 他就現前了, 但是外道他不悟了, 以為是, 這個是捏盤, 心親近是捏盤, 所以六主大師說, 我說的不生不滅, 是本字不生, 今也不滅, 伯伯講的就是無生啊, 無生, 也沒有無生意啊, 只能夠說, 把好如是, 把好如是, 叫我們去體會, 所以, 把劫本來是這樣子, 把好如是, 整個境界, 體本無生, 它本來是, 它本來是, 為什麼無生呢? 它是心體嘛, 它是空極的嘛, 心體本來是不可得嘛, 整個法界就是我們, 這念空靈靈, 空的覺之性, 我們的佛性, 我們的如來障, 妙真如性, 一元起變現出來幻象, 其實當體, 就是我們這念心, 因為幻象, 我們稱為波, 對不對? 體性, 我們稱為水, 你看, 波顯現出來, 它不理水啊, 所以水波不好, 去大街主外上, 妙真如性, 潛向即興, 潛信即興, 瞭解, 這道理, 你看, 所以說, 勇家賢傑禪師了, 在正大溝裡面才講呢, 夢裡明明有六氣, 劫後空, 空無大堅, 整個都是我們自己的心體, 所以說, 我們講萬把唯心, 從唯士來講, 萬把唯士, 都是事所言, 事所變, 所以知道萬把是空的, 了解宇宙萬把是真相, 它自然放下來, 自然不再攀岩了, 不打妄想了, 不會去攀岩了, 那自然, 信念自然就跟無生, 生其實無生相應到了, 所以就知道是說, 我說的不生不滅, 是本字不生, 金也不滅, 因為它相應到了空性, 當下就是體性的空性, 如同鏡子一樣, 鏡子有照, 它本來就是沒有生滅的, 所以, 金也不滅, 其實, 法界是, 唯是我們空靈靈空的, 節之性, 熬語啦, 它沒有實體的, 它也不是犯所生的, 它當下是必盡空, 所以, 離了明治, 離了心言相, 言說不可及, 大政起信論講得很清楚啦, 從本以來, 一切把, 離言說相, 離心言相, 離明治相, 必盡平等, 無有便益, 不可破壞, 唯是一心, 顧名真主, 就是這個東西而已, 我們當下也是, 那你了解了, 這一點, 原來就是的時候, 那些現象呢, 那就延期嘛, 我們就隨順, 眾生的分別, 熬分別, 自己了無分別, 我們在世間, 就行普大道, 能夠達到這樣, 保持心平氣和, 能夠安詳自在, 所以說, 你要知道了解這個道理, 知道是必盡空, 就是貧治無身, 今也不滅的心, 遇到緣的時候, 他不是什麼都不知道, 他都清清楚楚明白白, 那自然的作用, 就是我們講的自信的, 無量無邊的功德妙用, 他的作用就是, 能選什麼, 選三生四字, 普體來補兔眾心, 所以說, 就知道說, 我說的不生不滅, 是本字不生, 今也不滅, 是不同於外道的, 其實, 我們本來也是這樣子, 是因為我們不知道這是真相, 禪宗, 你看, 禪宗讓我們去體會到, 你看, 我們這個一生, 多生多節能夠有這個因緣, 來上這禪宗的課程, 而且我們這個, 我們導師把我們安排得非常地圓滿, 是不是? 那麼我覺得, 夜休, 這個不容易啊, 一般來講禪宗啦, 你去禪宗啦, 禪宗之後, 那就斷啦, 就禪宗, 祖師開示啊, 哪製是公案啦, 沒有像我們這個一系列的, 把禪宗說得那麼圓滿, 我們就可以知道我們要安排這個, 讓我們今生有這個因緣, 那是我們一大福報, 我們要好好修行, 知道了, 了解這個道理, 我們先了解這個, 是真相啦, 我們就不像外道啦, 用壓的, 用槍壓的, 知道是假的, 是奇幻的, 所以佛法是叫我們先, 悟一心之後, 悟十相之後, 悟後啟修, 在文字相變來變去, 你就知道啦, 有一個是方便說啦, 不要再執著在文字相裡面, 知道一切都是遠起無身, 遠起無身, 當下就是身就是無身, 不需要再像孟元君的一個, 坐子認滅的一個方法, 孟元君我們會研討到啦, 後面說明啦, 孟元君是用坐子認滅, 這個四個方法, 來對峙我們的煩惱, 那如果說我們悟了本性, 悟了這個道理之後, 你就不需要啦, 直接你悟後啟修, 不一樣, 所以說, 那麼, 任元君有任元君, 他的休閒方法, 坐子認滅, 對峙我們的煩惱, 那是要, 到最後, 連病好了, 連坐子認滅也要放下來, 那這個都是一個方便方法, 我們這一念, 讓我們這心本來是不, 本來是深就是不深嘛, 不是外面像, 有煩惱, 外照因為不無實相而有, 把外面的境界當作真的, 放不下而已, 真正我們懂得這道理, 放下就好啦, 所以, 所以就不需要這樣, 以生子滅, 以生,以滅子生啦, 了解實際上, 徹底放下來就好了, 所以六主道師說, 我講的不同於外道, 我們從這裡, 我們就可以體會到了, 佛法講的修行方法跟外道所修的方法, 是不同的地方在哪裡, 就在這個地方, 外道是用壓的, 我們開始不是一樣啊, 一樣啊, 目前以前也是一樣, 還是用壓的啊, 還是用壓的啊, 盡量不跌出外面的境界, 一下子, 你要講說那個, 被外面的境界, 馬上被外面的境界轉啦, 他知道啦, 欸, 境界是虛幻的, 觀照, 那觀照就有力量, 觀照有力量, 心就慢慢慢慢補住了, 慢慢補住了, 外面的境界好像是影像啦, 慢慢體會到, 好像是影像而已, 因為他是空訓的, 滿沒有實體的, 所以, 剛開始我們是一樣, 依神秀大師的方法, 之後, 就是六祖大師了, 誤了本性之後, 就依六祖大師的方法去觀照, 慢慢, 以後, 能所慢慢淡啦, 你就像運到法啊如是, 本來就是這樣子, 從來沒有法, 從來都是本是清靜極面相, 是我們心不極面而已啊, 所以, 唯有我們真正的, 依教, 戒教物中, 了解這個道理, 物實醬之後, 我們才能夠真正的能夠放下萬元, 頓脫無身, 本來就是法界就是這樣子, 我們只是修行就是恢復我們本來而已, 就是恢復本來心, 這方法是不同意外道的, 那底下說, 如若易之心耀, 但一切戰惡都莫之良, 自然得入清淨心體, 沾然長疾妙用恒殺, 這個六祖大師, 你看, 跟歇簡的, 在開始, 最後指出這心地法門的心耀, 那跟前面的是一樣啊, 跟那個慧民, 跟慧民開示, 不思善不思惡, 正乙摩斯是名上座的本來面目, 有沒有一樣? 一樣啊, 一樣都是方便的, 好, 只要你一切戰惡都莫之良, 自然得入清淨心體, 沾然長疾妙用恒殺, 一切都莫之良, 不是落入什麼? 兩端啊, 不是, 把它壓住了, 不是啊, 了解宇宙萬法是真相, 放下來, 不是說, 有一個東西, 兩端都不要想, 用這個心去壓扶它, 不是了解實相, 原來外面的善惡都是相對待法, 法沒有相待的, 但自然放下來, 但善惡都莫之良自然放下來, 如果我們用壓的時候啊, 那就又變成相對待了, 好, 我善惡都莫之良, 用這樣子的, 用壓, 那就是用壓的, 不是了解是真相, 放下來, 萬元放下, 不再攀岩了, 直下, 無心, 一念版造就這樣, 清清楚明白白的, 這一念, 我們講, 吉堯長照照長吉, 欣欣吉吉吉堯欣欣欣欣, 這一念, 雖然, 還有這個, 欣欣吉吉吉吉欣欣欣的, 唯細的能所, 但是, 這個實在沒有真度, 到了真正, 到了契入的時候啊, 他也是一樣, 心情吉吉吉吉吉, 但是, 已經沒有在意識上的, 感覺這個, 心情吉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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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會啦, 所以說, 他也告訴薛檢說 但善惡多莫之良 自然得入清淨心體 沾然長期妙用恆殺 原來 一樣 反照我們這念心 完全放下 清清楚明白白的那念心 就是我們每一個人的本來面目 你看本來面目 是我們的無助真心 無助真心就是我們本來面目 他從來不會黏住的 掛不住的 一對境界他掛不住的 掛不住的那念心就是我們的真心 所以我們稱為無助真心 也稱為常助真心 他是不是永遠都在 慢慢去體會 他永遠都在 從頭到尾 到我們的年紀 從出生到 他永遠都是這樣子 我們了解 之後以前不知道 先了解 好 我很多地方都懂得放下來了 修行就是回不到本來就好了 不是有所得 有所求的 所以能夠了解 所以說不是用壓的 所以讓我們一切當莫 善惡多莫之良之後 好啦 那就變成了 住在這個善惡多莫之良的時候 就變成什麼 一文字的時候 不瞭解的時候 不瞭解文字裡面的內涵的時候 我們就是變成無想天了 因為善惡多莫 什麼都不想 那時候是到無想天 至空天 一樣 這當莫之良 清清楚楚還在 也就是廢口道師 不是那個 當莫祖師 印證廢口道師在 對不對 你都入了誰嗎 六祖師 神秀道師 廢口道師說 那以後怎麼修行 達摩祖師不是講嗎 外息諸言 內心無傳 就是叫我們心不愛攀岩 內心無傳 對不對 那可以怎樣 內心無傳 心如牆壁 內心無傳 可以入道 那到時候那個廢口道師不是已經證到這樣子了 內心無傳 可以入道了 他就又去找當莫祖師 當莫祖師就問他 還有沒有斷 是不是斷滅夫呢 是不是已經斷滅了 他說我了了腸之故 有沒有 了了腸之就是我們本心 很清楚 不是斷滅 斷滅的時候就是什麼都不知道 都空了 那唯有我們這個很清清楚明白白 那一個作用 那不是斷滅的 那是我們自信的妙用 跟神接觸的時候是有體有用的 這個我們要知道 所以可以講 若異 如若異之心耀 他就一切戰惡都莫失良 自然得入清淨心體 沾然殘疾 妙用橫沙 了解實相了 放下萬元就好了 能夠在日常生活之中這樣用功 到最後打成一片 那就是 原來 射即是空 空即是射 我們也有體會到 傳師所講的 見射不住 射即是空 見空 住空 空即是射 放下就好了 不住 空有不住 當下就是我們這念心性的妙用 那就是 只有能夠講 用靶像名字講的 性像一如啦 當下就是 既空 既假 既忠 所以說 無凡也無勝 有一次我們親近心體 就是從我們這念心中 跟神接觸 一接觸就明白 一明白就有他自然的妙用 那就是我們講 一切把都是佛把 那個就是我們講 忠道實相 好 那六指大師講 如若一枝心耀 但一切善惡都莫失了 自然流入 清淨心體 沾然長期 妙用恆殺 這個我們應該跟前面 這樣子 六指大師 一再的這樣子 提示我們 一定的會相應到幾分的 一定會有 前面相應到小 少分相應 這邊又更深了 又更深了 我們的無助真心 每一個人都 從來沒有失掉過 到最後呢 你又知道說 原來什麼 本來就是如不動 不是有一個如如不動的東西 沒有 本來就不動了 我們講靜鋼金 如如不動不提向 不是我們用壓住的如如不動 它本來就是 像夢醒一樣 它本來就不動了 不是還有一個是法相 名詞一個壓住用意識的 前法修行 那還不是真正達到實相 真正達到實相的時候 金也不生 柳子大師講 我所說法不一樣 對不對 我說的是不生不滅 是什麼 本是不生金也不滅 是跟不同於外道 了解實相很重要 我們看這個 285頁的道書 第三項底下 簡蒙指教 霍蘭大悟 李慈歸切 表作詩語 7年9月3日有紹講 義詩曰 義詩曰 師池老吉為正修道 國之福田 師若敬民脫吉辟爺 殘養大聖 傳諸佛心 談不傲法 歇簡傳師受指出來之見 正激善遺勤 術眾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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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師出事 頓悟善勝 趕何詩恩 頂代無疑 敗奉 摩納加沙及水晶坡 四朝 四朝周 赤史修士士 舊基為國恩寺 藝師 也就是 切簡經過六祖大師開事之後 他豈然就大悟了 因為他過去在宮廷裡面 接受神修大師的教化 實質勤博士物質柔城邁 所以他自己也有相當修情的功夫 你看 從開始不展萬鏡 心親近了 越來越親近了 那心親近了 那接受這樣子 六祖道師這樣子一點 他就開悟了 經過六祖道師一點 他豁然大悟了 原來萬靶 維持我們的一心 心外無靶 靶外無靶 靶外無心 就是我們這念心 那麼多靶 種種靶 你看 一句話傳統講 心外無靶 靶外無靶 靶外無心 就是我們這一心而已 所說的那麼多 三上十二步 傳統 經常講 容縮到這裡 就是你的心 我們的自己的心 所以一切靜界就是我們這念心性 它變現出來的緣起 緣起簡單講啦 你有緣起一定是業的嘛 攀岩外面境界的緣起嘛 所以任緣起融縮就是 就是我們眾生巡夜發現 信色真空 信空真色 清盡本然 誰眾生信 應所之量 什麼 因為我們眾生的夜巡夜發現 就是這樣融縮就這樣子嘛 你看 從色法上來講 信色真空 從 你看 地水火風的話 好啦 地是從色法來代表 水也是一樣 信水真空 信空真水 清盡本然 誰眾生君 應所之量 巡夜發現 地水火風 包括空跟寺 當體就是如愛上妙真如性 一樣啊 是不是 那我們萬事萬物 所有的一切萬事萬物 宇宙的種種現象 有沒有離開地水火風?沒有啊 沒有離開其他 地水火風空跟寺 沒有啊 那當下是不是如愛上妙真如性? 靶界居真如 我們就清楚了 不會有這個任何的疑惑 從這樣子 你信心質足了 你要關照的時候就有力量了 所以說我們不了解的時候 我們還起懷疑 當我們心很清楚的時候 那就有產生力量 定力就有了 因為你不在文字上找去找那麼多 把當下我們這件心 那記制啊 我們就很多地方就放下來了 所以說 依我們所悟的道理 在這場生活之中就可以去關照 關照什麼? 修就修 放下好一點 一放下 那個我們的無名也沒有啦 無名就是有相對能所嘛 一放下 你要清清楚無名 白白 那件心情就 就顯現出來啦 對不對 所以說 楊元君才講 狂心自邪邪蹟菩提啊 原來 狂心就相對能所 所以說 我們從這裡就瞭解啦 瞭解 原來萬法就是只有 一心 我們的自己的心境變現出來 本來是沒有煩惱啦 是我們有了習氣 有對立啦 原來狂相 既相離相啦 那就是 離相真心 就是佛的智慧啊 那我們助相真心呢 就是凡夫的煩惱啦 所以 煩惱菩提原來就是這一念心性喔 也豁然之間 祂誤了 一念心性 祂歡喜永樂 禮辭歸切,表作私矣 回到北方之後,他上表朝廷 也就在那一年的9月3日 折天太后跟宗宗皇帝下招來褒獎 六祖大師,說大師年老多病 身體,因為他以前是以年老,他不適為有 他不能來到這個金城來為我說法 但能夠在這個山中的試驗為證修道 祈福國家,國太平安,風調與盛 真的是國家的福田 所以朝廷就褒獎六祖大師,散散他 為證修道,是國家的福田 同時讚歸六祖大師,像禁明 禁明就是指唯謀吉士,禁明君 我們講說唯謀吉君,那就指唯謀吉士 讚歸六祖大師,就像唯謀吉士一樣 假借這個生病,由於基士假借生病在這個霹靂園這個地方 視線生病嘛 當有人來問探病的時候 那藉著這個機會就談仰大聖的道理 傳佛心印,散談我們佛法不奧之法 這不奧法門 不奧法門就是指指人心見信成佛的心地法門 這不奧法門就是當下就是不奧法門 那沒有對立啦,那有相對待啦,那就是奧法啦 佛法是不奧之法,就是我們這念絕代一心 所以薛卷,他受子如來之見 那就是什麼 正極善於慶,術眾善根,指師出世,能夠頓悟上陣 他傳了,七點傳了這個六祖大師的指示的南方的動法 也就是如來之見 因為他,你看,代表朝廷道來請六祖大師,對不對 那六祖大師指示這個南方的動法 也就是我們講的如來之見 那宗宗皇帝就跟柔天太后自稱她是正基善慶 正基善慶,術眾善根 也就是過去了,積了他留下來很多的福德 有這個因緣,今生 所以說也就是過去了術士的種種的善根 今天才能夠遇到這個六祖大師 這個出世教化 所以得以頓悟上聖的廟裡 他非常感激啊,大師的這個法恩 所以頂待無語啊 這表示對這個頓法自成功勁啊 所以他就拜奉摩林夾沙跟水晶波 摩林夾沙其實當時韓國啊非常珍貴的珍品 那朝廷就是把這個摩納加沙跟水晶波啊 供養六祖大師 同時把六祖大師在新州的舊跡啊 改建為這個試驗 那個試驗叫做國恩寺 表示對六祖大師 他對國家的這個有很大的貢獻 所以這是國家的恩德啦 所以這個第八品這個唐朝真召第八 雖然這個文字非常不多 很短 但是它的意境很深啊 可以從這裡提起多 我們可以多看文字不多 我們藉著這個 你看六祖大師把 藉著這個削減 把南方的這個頓法 傳到北方朝廷 所以六祖大師 直視法義啊 直接了當的說出 我們新帝法門的新藥 所以新帝法門的新藥 我們可以反照 也就是前面 會那個會民 六祖大師跟會民大師開示的 跟這裡 跟薛檢開示的 他是一件事一樣的 我們從這裡 我們就是可以少悟了 對心律法門越來越清楚 我們可以這個部分 文字不多 但是我們可以多看幾遍 多看幾遍 所以唐朝征召第八 我們就說明到這裡 接下來我們就要說明這個 法門對峙第九 法門對峙第九這一品 就是我們第九品 那這一品是六祖大師 他是教授這個禪宗的學人 教他們如何以禪宗的方法 方式來說法 其實禪宗他本來是什麼 教外別禪不立 文字指指人心 見信成佛 你看佛陀在 林山會上 臉花 教授尊者破言為笑 佛就把這個 涅槃妙心 正法眼障 傳給了教授尊者 你看就這樣子 因為像這樣子的話就是 他就都善根立志的啦 這個 像這樣的這個 根性的人 非常非常的少 非常非常少 我們 還是需要以這個文字 像 這個語言文字啦 借教物宗啦 指出我們這些真心本性 所以禪宗的說法 他就是跟教下的 不同的地方在這裡 禪宗就指指人心 見信成佛 如果這個禪宗的 方法跟教下一樣的時候 那禪宗就變成了教下啦 所以禪宗有禪宗的殊勝的地方 所以說 你看一教下的話 又不是禪宗的教外別傳啦 不利文字之之人心 見信成佛啦 所以這個 這一品 把門對字第九 也就是六祖大師 教授禪宗學人的開示 禪宗學人 要為人家 要為人開示法要的時候 要怎麼樣來維持禪宗的 禪宗的 教外別傳不利文字的這個精神 所以這一品是 說明這樣 因為我們前面這樣不斷的說明 這一品我們再看 咦 我們就越來越清楚 我們看經文 就這兩百八十六頁 底下兩百八十六頁的這個 法門對字第九 我們看 經文 是一日患門人把海 自成法達神會 自長自通 自徹自道法真法如等曰 如等不同於人 無滅度厚 各位一方 無經教主說法 不思本宗 先稀幾三顆法門 動用三十六對 出莫敬禮兩邊 說一切法 莫敬自信 忽有人問如法 出以敬雙 揭起對法 來氣相因 究竟奧法禁除更無去處 三顆法門則 陰戒入爺 陰是五陰 受享行事事事爺 入是十奧入 外六成 色身將會處罰 內六門 元老鼻舌生意事爺 戒是十八戒 六成六門六四事事爺 自信能含萬法 名含葬事 若起是良 既是轉世 身六四出六門 見六成 如是一十八戒 皆從自信起用 自信若邪起十八邪 自信若正起十八正 含厄用即眾生用 善用即佛用 用由何等 由自信有 對法 外境無情無對 天以地對 日以夜對 民以暗對 陰以陽對 水以火對 此事無對也 法相以言十奧對 宜以法對 游以無對 有色 有色 與無色對 有相 與無相對 有肉與無肉對 色與空對 動與進對 親與卓對 反與正對 真與俗對 勞與少對 小與大與小對 此事十奧隊也 自信啟用十九對 長與短對 血與正對 吃與會對 疑與治對 亂與定對 詞與獨對 戒與悲對 直與起對 時與虛對 顯與不對 檢與平對 煩惱與菩提對 常與無常對 悲與害對 喜與稱對 蛇與肩對 敬與退 敬與退 敬與退對 身與滅對 法身與色身對 化身與暴身對 此事十九對於 詩言十三十六對 若解用 既貫到一切金法 出入距離兩邊 自信動用 共人緣語 外遺向離向 內遺空離空 若全著向 既是邪見 若全直空 既長無名 這個 我們看這個 這一段的經文 是一日煩門人 法海有自成法達 神會自常自通 自策自道 法真法如等 如等不同於人 就知道說 知道他們注釋了因緣 知道 就知道他自己注釋的因緣將近了 所以有一天他就請這一間 德法開悟的入世弟子 想教他們 以後呢 如果來 這洪傳新地法門 這些弟子有 法海有自成有法達有神會 你看這個是前面我們 你看都是公案裡面都有 你看自常自通 自策自造 法真跟法如等人 對他們 說你們 不同於 不同別人 不同於人 跟其他人不一樣 為什麼 因為他們 他們都已經開悟了 他們都是民心見信 見信 六祖大師就跟他們講 無滅度後 民為一方師 無滅度以後 你們自己要獨立 獨當一面 到各地去度化眾生 把禪宗的新地法門 能夠廣為弘揚 武軍教主說法不是本宗 我現在教你們如何來 以這個禪宗的方式來說法 才不會失掉 直子人心 漸進成佛的宗旨 那 先需 擠三顆法門 動用三十六對 出墨 出墨 跡底兩邊 說一切法 墨離自信 六祖大師說 首先 你要為人說法做 先要擠三顆法門 三顆就是 五運 燒入十八界 這三顆 也就是 五運燒入十八界 也就是我們講的宇宙萬法 整個萬法 它不離我們講的五運燒入十八界 也就是 表宇宙萬法 這三顆 我們會幾下會說明 它動用三十六對 出墨跡底兩邊 那我們整個宇宙人生萬法 是從什麼地方來 所顯現的就是 從我們的分別執著妄想 其實它當體就是我們的一心 就是我們如愛上妙神出心的心體 所以 所以說這五運燒入十八界 迷了人是 宇宙萬法 如果說它有分別執著啦 它對 法法都是相對的 誤了人呢 那心就是我們宇宙萬法 維持我們一心所變現出來的 像 像就是我們心所變現出來的 為什麼變現? 延期啊 我們現在人 在人的夜視所現得出 這個人間的現象 你看 我們在人間的夜視裡面 我們 有十法界 你看我們就是 其實九法界就隱藏起來了 當我們自信全部沒有染污的時候啊 顯現了就十法界 我們就在我們一心裡面清清楚楚 所以我們現在所顯現出來的 是我們人間的 這小部分 十分之一 連十分之一都不到 為什麼講? 因為我們所懂的 在人間的現象來講 你看科學那麼進步 我們懂的科學嗎? 所看的 這都是人家研究出來的科學現象 在真正的佛法來講 還不到百分之二 百分之二三 所以我們的佛訓真的是 不得了啊 我們的佛訓啊 所以說我們修行就是 放下我們這世間的 這個種種的執著 恢復我們這個佛訓的功能 這是很重要的 所以說我們這些宇宙萬法 都是我們這件新興變見出來的 迷的時候才有相對法 所以我們現在是活在這個相對代裡面 包括我們高八 包括中國所講的這個《易經》對不對 他說五極生太極 太極生兩餘對不對 兩餘生四象 四象生八卦 這個其一樣都是相對法 所以講現象界 現象界它 那本體界是什麼?空極的 就是我們的如來藏在先提 你看從這樣子 你看四象生八卦 不斷的這樣相對法 不斷延伸到最後 所以我們都是 語言文字有相對代的 我們講大就有小 你講長就有短 你講高就有低 你講好就有壞 我們都落入在什麼 文字上 一落文字就一定是心意識的 所以我們要了解 這些文字上都是落入心意識的 我們研討也是要借著 研討物文的本心 而不在研討的時候 落入心意識來自己分別 這很重要 借著介教物中 所以說當我們一落了相對待了 那就是在心意識的對待境界裡面 這些相對待境界其實就是 不理我們的一心 所以我們對相對待境界是我們的一心 漸漸變現出來的 因為我們執著了 如果我們知道這境界之後我們心 變現了 不再執著放下了 那當下五運六六十二十八界 當下就是指相 所以說 十相在遠前 我們要知道 原來是這麼樣一回事 六祖大師 先舉三科法門 這個抗科法門告訴我們 五運六十二十八界 都是我們自心分別自心這樣 整個法界就是我們自己一心 因為我們有能所啦 不悟 所以我們一相對待的法 然後獻這個相對待種種像 那說起來那就是無量無邊了 所以六祖大師把這一些相對待的法 融成什麼 三十六對 告訴我們 原來 六祖大師你看 他開悟堅信 把這個 這三十六對 無量無邊的柔蟲三十六對 叫我們動用三十六對 出莫距離兩邊 叫我們離開一切分別 離兩邊 不要再分別執著啦 連執著也不執著啦 所以六祖大師叫我們動用三十六對 來破我們的執著 看我們眾生犯了什麼毛病 內心執著什麼 如果我們執著了身 他就以滅來破除我們執著 如果我們 如果 他說常 他就用無常來破 如果我們離了一切分別執著啦 那就是用什麼 離了一切執著啦 那就是什麼都 好像是斷滅啦 其實還有一個什麼 離了一切執著啦 還有什麼 療療藏之 對不對 療藏之還在啊 那就實相了嘛 所以那個圓勤講 那圓勤勤的講 那圓勤勤的講 煩滅滅勤非煩不滅 我們對字的就是 以煩止煩 煩滅滅勤的時候 我們清清楚楚的 那一念的 殺不滅的 寥寥長之 那就是我們的本妙結心啦 所以說一切拔 莫離自信 就六章三 不離開自信 一切拔 不能離開自信 離開自信作拔就是什麼 前面講 這是謀說嘛 作謀自己嘛 對不對 因為你作謀自己要找拔 對不對 一切拔都是不離自信 離開自信就是謀說啦 找自己的麻煩啦 折磨自己啦 就像前面所說的 這個自信無非智慧 自信無知智慧 自信不亂智慧定 這個就是不離自信 說法不離自信 因為我們講 自信本來是一切記住 記住無量無邊的智慧 自信本來是光明相 所以我們從修行界的修德 來顯拔我們的信德 以這個修德來氣慧我們的信德 恢復我們的自信 自信啟用 就是啟用不傲 其實我們各位大臣每天 出師大人接悟也是一樣啊 他都沒有離開自信 我們每天的生活 他都沒有離開自信 也沒有離開自信的妙用 但是我們如果我們說得像了 染了 那就不是這裡所講的 莫離自信了 染了就不是了 不染了清淨了 那離切法不離自信 他就這樣說 乎有人問如拔 那出與盡雙 接起對拔 來氣相應 就盡奧法盡除 更無氣處 也就是說 如果有人問你啦 問我們啦 問這個 你要叫出與盡雙 什麼是 人家問什麼是菩提呢 我們就可以說 菩提是因為煩惱而建立的啦 本來心中裡面 本來也沒有煩惱也沒有菩提啦 為是我們這一念 節之信 空靈靈空的節之信 本節妙信而已 菩提是因為我們迷了 心動了 心攀岩了 我們講心被境界轉了 心造作了貪嗔痴了 所以我們才立一個菩提啦 菩提智慧 要怎麼樣才能夠建立菩提智慧呢 就是當我們了解了 空法之後不再攀岩了 知道是緣起信空不再攀岩了 我們心清淨了 自信顯現出來的 知道是 原來一切法不離自信 顯現出來的就是自信 當我們心清淨了 顯現出來就是 我們講菩提啦 就是菩提啦 當我們行煩惱了 菩提就轉成了煩惱了 所以我們修行的過程就是 菩提來 以菩提來破煩惱 然後呢 煩惱成菩提 一直經經到最後呢 煩惱祭菩提 最後 也無煩惱也無菩提啦 祭非煩惱也非菩提 所以我們在自信裡面 沒有那麼多的 那麼多的事情 裡面都是清清楚楚 也沒有菩提像 也沒有煩惱像 都沒有 只是我們自信的提用奧義 從這裡我們可以破我們的法子啊 對不對 你看法子有沒有說 常常都是被那法子 法向名詞轉的團團轉 了解就是自信 如果我們能夠真正做到 非煩惱也非菩提啦 就恢復自信了 很妙用啦 所以我們常講啊 我們實際禮記不作一成啊 不利益法 如果有法的話 如果有法的話 六祖道士講前面講 如果有法的話 就既是狂辱啊 對不對 是不是講清楚 所以說 連利都不能利 是一個方便奧義 主是大朝所利的 這個十個宗派 也是方便奧義 以這樣的心 跟曾接觸 所顯現出來的就是 我們自信的妙用 什麼叫做 佛事門中不捨一法 這一切法通通都是佛法 所以這樣 出以 出以盡雙 就是 相對法 雙雙就相對了 人家問你 什麼是無我 你就跟他講 無我 就是因為有我才立一個無我 無我就是相對待的 那什麼時候能把這個我則去掉了 那無我有我接離的是 唯是空極的一心 所以說出 所以出以盡雙 就是對於什麼 元成熟的 若對於元不成熟的時候 他聽了無造詐 你要看他是對禪宗 這個是對元成熟的眾生 叫他用禪宗的方法 是用這樣子 所以說出以盡雙 接起對法 來氣相應 就盡 奧法盡處 更無去處 最後 維持我們 一念無心 妙氣 直下 氣會 我們這一念無足真心 這個叫 是教元成熟的眾生 如果 我們出學的時候 你問菩提 他問菩提 你說煩惱 你這樣 聽不懂 聽不懂 就是 我們講 你 我來問你 你不講還好 你一問你這樣講的時候 我更糊塗 他反熟增加他的疑惑 就是 對元成熟的眾生 直接叫他 這念心 既無煩惱也無菩提 既無煩也無盛 唯視我們的本地風光 本地風光就是 清淨沾染 你心提了不可得 萬法只是我們這念心好語 體用好語 所以古德講 一切修行 使智之實 念起無疑 這本來 本來面目 就是我們講說 無念就是 無 懶之念 不是什麼念頭都沒有 念本清淨 無念就是 沒有懶著之念而已 不是什麼念頭都沒有 不是什麼念頭都沒有 所以說我們知道 所以我們知道 這借淨借 就是我們這本要決信 好語 所以就淨 奧法盡處 更無去處 不能以任何現象 就是到了這個 真正到元成熟的時候 不能以有任何的法 依止 在我們心 能夠 顯著 如果我們 一念不來 你看我們這一念 清清淨 貶之無助 你還有住一個 那 剛開始 前法是這樣子 到最後的時候 連這個 文字 都要什麼 消歸之信 我們 我們導致說 幕後記 傳宗講 幕後記 幕後記 一念無心 無然我們只有這一念心性而已 其他沒有 那個靶子是方便而已 能夠顯 這念心 心 心境無然 這念清淨心 它自然的作用 那就是我們 叫做 剝弱的智慧 就是叫妙智慧 也就是我們的 離開我們的分別執著 妄想的時候 我們的無私智 自然智 它根本字 它自然就顯化作用了 好 我們先休息個十分鐘 我們再 來說明 這個 底下這個三顆法門 好 各位大臣 我們再繼續 來 看這 法門 對視第九 在總月數286月 我們看到數第三行 三顆法門 我們先 來說明三顆法門 我們先看經文 三顆法門者 陰界入也 陰是五陰 受講行事事也 入是十號入 外六臣 色身將會觸法 內六門 跟 這 元老鼻 內六門元老鼻色身 易事也 戒是十八戒 六臣六門 六四事也 那 其實舉這個三顆啊 我們講的是 其實三顆是 看起來是三顆 它是一件事情 五運 我們講說五運 就是受受想行事 入就是十號入 戒就是十八戒 其實這三顆所講的是我們的 宇宙萬法 但是 佛陀教眾生呢 他有他的一個方便方法 所以 有的人對這個色法不迷啦 不迷啦 但是 對於心法 還比較 不容易了解啦 佛就說這個五運法 把這個色法 把這受想行事 以及 我們講 內身兼外器界 把它融成歸於色法 歸納成色法 其實這個色法 不僅包括我們的內色 身體嘛 內色跟外器界 乃至於色先相位處法 就可以用這個色字來做代表 因為這一類的眾生對色法不迷 但是 講一個色 他知道 但是 他知道 用這樣子 他對這個 但是對這個心法 比較 不清楚的 就開出這個心法 受受想事 所以叫我們 前 我們講 前五根去攀岩 我們這個 武士嘛 進階的時候 有了靈納啦 有了感受啦 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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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射把 你要有 外色 跟層 兩個 將對的時候 有了瘦 有了感受 瘦 瘦 瘦的時候 這五層境界 我們去攀岩 這五層境界的時候 去認知啦 想音就出來了 就去認知 了別認知啦 那 行音就是由於我們 有了這個認識之後 有了了別 有了這個 去瘦 去瘦 之後 這所造作的 了別造作的這個香氣不斷了 那就是行音啦 那你造作之後 就入讀四音啦 那我們造作之後 那就有夜視啦 所以這個 受想行 這個是 心法 一個是色 一個是 所以說我們是心色奧法 我們這身體也是 心色奧法 甲合的 所以一切萬法其實都是 我們色心奧法 奧義啊 如果我們 只是 有心法 沒有色法 那只有 我們能夠只有作用 那就沒有什麼作用啦 因為只有心法啦 對不對 心不自心 色不自色 如果我們 如果我們 就這樣我們眼睛 沒有看的時候 那見性就不起作用啦 對不對 所以我們常講 我們 性是因像而顯 這方便了 我們從這裡了解 性是因像而顯出來的作用 那像是因為它能夠把它顯出來的 這個 這個差別 這個 種種的差別像 像 出現 顯現的這個 出來的差別像 所以 性跟像是 其實是一樣的 不能分開的 它是 互相 互融 互手互融的 所以說 所以說 因為我們 有性才能夠把它顯現出來的 這個現像 如果我們有了分別啦 有了騎手的時候 那就變成了這個 武運燒入十八戒啦 如果我們 寥寥分明 不去執著啦 不去執著這個東西 是好壞 美醜種種的這個善惡 相對待的這個像的時候 那整個性就是轉成 整個像就轉成性了 所以 前性即像 前相即性 就叫我們了解 佛 就叫我們了解 正入一心 就是 原來 性像是一件事情的 到了 解在一心 那就真正解脫啦 沒有能所 那當然解脫啦 所以我們 我們現在是 凡夫不了解這樣子 我們有煩惱 煩惱是從我們這個 相對法而來的 讓你入了這個 結在一心 哪裡有煩惱 因為整個都是一心嘛 那你不入中生 看起來有煩惱 那煩惱即菩提啊 所以我們 因為我們有身見 有我職 就感受到這個 煩惱就是煩惱 當我們離開了 身見我職 法職的時候 那煩惱即菩提啦 心裡面 沒有攀岩了 沒有啟捨啦 那心裡面就是 能夠隨言自在自在任用 那就是 諸佛的一切作用都是 諸佛的妙禮啦 如果我們有啟捨啦 有分別啦 變成奧法啦 奧心啦 有了奧心 就把一心的境界的妙法 變成我們的五運 招入十八戒 這一些五運招入十八戒 當體即使之一心 所以我們為什麼不能 正入境界呢 是因為我們在境界裡面 起手分別 差別是這個地方 你看我們講法相名詞 論了那麼多 我們被這個法相名詞 就是綁住了綁了太久啦 所以說不了解的時候 我們真正用功 未必你真正用功 會得到解脫 有了有些人 越用功他越執著了 也有耶 大有人在的 所以法子幫助我們解腹啊 解開殘腹啊 你本來是一心的啊 這個道理我們就要清楚啊 所以老子說得很好啊 常常默契常常用老子這句啊 唯許日真 唯道日損 損之又損 把我們所有的執著 全部放下來 以至無為 那無為就是無所不為啦 我們就知道啦 喔原來是這樣子 所以說我們本來沒有 只能是 實相的境界 把我們把它變成了我們 種種的這個 把 種種的這一種的 無運法裡面 所以說 謎的時候那是無運法 悟的時候那就是實相 一樣啊 十奧入也是一樣的道理 也是一樣 那為什麼又用十奧入了 是因為我們對於心法不明 那他是對於色法 迷在色法裡面 所以佛就講十奧入 十奧入就是裡面的 年老鼻子而身 這個就是五個就是色法 外面的色身相位處罰 這個是色法 那個是我們色法是合起來 我們加起來我們叫十個 你看五個加五個就是十個 然後再加一個法 但是這個法裡面 是一半是屬於心法 一半是屬於色法 屬於色法就是法術所受色 所以這個十奧入裡面 是對於不明心法 對於色法 對於迷在色法的人 佛就開這個色法為十個半 言好鼻子身 以及色身相位處罰 這法是半個 所以這個十個半是色法 那開心法一個半 那心法一個半就是意跟法的一半 所以開心法為一個半而已 所以那十奧入 你看所以這個十奧入 所以這個悟的時候 五一人十奧入十八戒 都我們如來仗廟 廟生其事 當下就是十項境界 那我們再往後到十八戒 其實它也是一樣 它是對於心法也迷 色法也一樣在迷的 也不清楚了 所以佛陀就開心法為七個半 眼視、耳視、身視、蛇視、鼻視、身視、蛇視、眼、耳、鼻、蛇、身 在加上這個四再加上六個 六個再加上一個把半個 加上把半個 所以開心法為七個半 開色把為十個半 所以說五加五 再加上半個 色把為十個半 這樣讓我們眾生能夠體會到 原來宇宙萬法就是 心色奧法 就是我們根層皆處顯現出來的 所以我們不迷的時候 那五運十奧入十八戒 就是一心十項一心而已 一心就是什麼 如啦 心如靜就如啦 所以如如之心即是真實 所以物實項非常重要 所以我們戒教物中 我們不要在文字帳裡面 再去被文字帳裡面 弄了團團轉 所以很多我們這樣子 我們現在會感受到 對不對 以前很用功 被那個文字帳弄團團轉 所以誤了一心之後 通通融歸到 我們這裡講的這個 這三十六對法 依這個五運六度十號至十八戒 宇宙萬法融縮起來 其實就是射盡奧法會議 了解這個道理 所以說當我們心 不完外攀岩的時候 心就如了嘛 但心如了 你看我們修行 你看我們從這個刺激章來講 諸惡莫作 那是基礎啊 眾善奉勤 再來就是自盡其益 自盡其益非常重要 你看我們現在 我們為什麼很多寺廟呢 要我們去那邊修 那邊去禪修 或種種的法會也好 那是一個方便 那是一個方便 最重要的是我們自己 幫我們心 如果說我們心很亂的時候 我們扶不住的 你看在寺廟裡面 因為有大眾在那邊 他有一個授受力 可以幫助我們 如果我們心能夠真正放下來的時候 到哪裡你都可以修啦 不管到哪裡 就在安住 讓我們心不再攀岩了 心能夠真正能夠安詳自在 不會覺得說在家一個人很寂寞很無聊 不會 絕對不會 內心安詳自在 當有事的時候 對不對 也不是很好像很煩不會 那就慢慢訓練 那就慢慢訓練 那是養成教育 我們 最重要就是 你要自盡其益的時候 你有 以前面的基礎 之後 我們要在哪裡 要慢慢慢慢 要照得住 簡單講 能夠照得住 照得住什麼 煩惱 煩惱照得住 好了 你這樣的修行 那就真正的 不斷再提升 不斷提升 不是說一定要怎麼樣 一定要非怎麼樣不可 不是 因為各個因緣不一樣 我們就知道了 你怎麼樣修行 讓我們一些很煩惱 在哪裡都不能 道寺廟是 依重靠重 看到這樣 它受受力很重 否則的話 你到哪裡修行都一樣 真正會修行的時候 瞭解心地法門 無處 不是你修行的道場 最重要就是 我們的心 所以瞭解這個道理 所以我們瞭解之後 這三個 所以說 迷的時候 這三顆法門 通通就是變成 我們的分別 在宇宙萬法 身間世界的差別像 如果十八戒六根六成六四 裡面七個半心法 再加上四個半受法 那心法 迷了心法 又迷了受法 那就知道 原來我們身心世界 就是跟神接觸所產生出來的 四心熬矣 原來是四 是我們這樣子產生出來的熬矣 所以說萬法為四 世外無盡 你看 四所言四所變 都是我們四心 唯四就要告訴我們 整個法 就就是你的四心而已 變現出來的 你四心放下來 四所言四所變 好 原來就是萬法為四 都是整個四 沒有十直的境 在萬法為四 真的瞭解到的時候 實在沒有一法可得 所以一切萬法 本智親近即略相 從這裡 誤入宇宙萬法的本性 所以這個三顆法門 就是 陰入戒 這個三個 那就是五陰 遭入十八戒 那智信能含萬法 名為上士 若起之良 济世轉世 生六世出六門 你要自見 一切萬法 一切萬法 不是一切之心 就是你自見 這告訴我們 一切萬法 是本質我們自己的這念心 信 所以 這心的名叫做 仗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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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念空極的心 它航長萬法 所以說 這宇宙萬法 都在我們這念心中 到我們不用它的時候 你看它 沒事的時候 它就如如 也不會起妄想 從這念族族之心 跟神接觸的時候 一切通達 一切明白 那我們心不如來 我們靜下來的時候 無聊 靜下來的時候 妄念編卑 妄念很多 那是我們的習趣 所以說 需要這樣沉澱 慢慢沉澱 藉著我們靜坐 慢慢沉澱 慢慢沉澱 這個都是我們的一個 前方殿 所以說 我們了解這個道理 靜上所講 如來所得法 是無時無息 無時 它是空極的 無息 它有無盡的妙用 所以無時是沒有一個中心 無所住 但連無所住也無所住 在無息的時候 跟神接觸 一切的現象 立律分明 一切通達 一切明瞭 那是我們本有的 那為什麼我們接觸 能夠一切通達一切明瞭 就是因為我們 這一講 我們自信寒藏 我們這 葬事嘛 自信寒藏事 每個人都是一樣 他自信寒藏事 寒藏一切以作萬法 寒藏一切智慧得能 都主導是說 本智祭族 能生萬法 所以 我們講說 我所證的就是 海運山內 海運山內就是像平靜的大海 你看大海裡面 你看它 海沒有波浪的時候 所有的一切的導引 連飛機鳥飛過去 那都很清楚 那叫海運山內 心臟 心田平靜的時候 我們所有的智慧 它顯現出來的智慧 那是我們本來就有的 我們稱為無私智 它自然的智慧 本來就這樣子 無私啦 不需要老師 老師是瞭解 告訴我們 明信見信的善知識 告訴我們 原來是這樣 讓我們放下萬年 不再去執著了 把我們的 無私以來的 身見我之法之 放下來而已 所以瞭解了 一切 所以 我們 佛你看 佛 它不是 講了好多這個佛法 張藏詞奧布施 不是 佛看了很多的 這個 過去的 這個修行 過去的很多佛法 從 從它這樣子的記憶 不是啦 它是從我們空氣的心 它根存結束 顯現出來的 一切的作用 我們稱為佛法 佛設立這個 戒律也是一樣 不是它設立的戒律 叫我們自尊心 它在 它在這個 神傳裡面 看到哪一個 哪一個 哪一個眾生 集市 哪一個眾生 這個比丘 犯了戒了 它 立了這個 才立了這個戒條 叫我們要遵守 不能 這個 違反 不能違反 是這樣子要來的 集集集 設立了 到最後設立了 比丘 250條戒 比丘你348條戒 就是這樣 我們了解 他說 都只充滿自信顯現出來的 而不是從記憶 內心看了很多 所顯現的 就是我們 這一念心性裡面 全部放下了 任元經告訴我們 圓滿菩提是 歸無所得 徹底放下 心清淨 心清講 以無所得 故 菩提炸躲 因為我們學習佛法 哪一個不想得 想要得什麼 那末節也是一樣啊 對不對 為什麼之前會 那麼用功 那個 那個 那 那 念那個無量壽見三千遍 一樣的道理啊 也想得 想要得到 那是結果呢 不是啊 你念的時候 你以前啊 反過來想 以前是怎麼 我們 以前財社民十歲嘛 對對對 外面是 外面吃喝玩樂嘛 欸 回歸到 回歸到心點上 這個方便啊 這個方便 久了久了 對於那個無欲又成 那習慶慢慢當 慢慢當化 這個是方便啊 而不是有所得啦 就把我們習慶去除了 我們本據的智慧就顯發了 是這樣子 藉著這個教理 很多人都是這樣 去那邊聽那邊聽 要聽的是什麼 為什麼要聽 有所得嘛 不是真正的放下嘛 不是真正的放下嘛 有想要得到什麼東西嘛 是不是啊 就是這個習慶嘛 人的習慶本來就是這樣子嘛 因為世間是左右嘛 不知道我們內心裡面 空極的內心裡面 它既有無量無邊的智慧 包括我們所講的 如來的三明六通 自治菩提四五位十八共法 都在我們這一念葬事裡面 如來葬妙真如性 因為 為什麼 佛不用施良 對不對 因為他佛是從心靜心中的光明的智慧 向顯現出來的 隨眾生來分別 要分別 我們凡夫 不一樣 我們凡夫是跟神接觸的時候 起相分別 然後再落入食糧 是不是 其量分別 好 就落入食糧了 所以這一講呢 若起食糧啊 既是轉六四啦 這很重要啊 我們每一個眾生 是不是起食糧落入這個 叫我們了解實相 不這樣子做啦 習慶從這邊了解放下就好 不起食糧放下就好 所以若起食糧 既轉六四 出六門 你看見六成 其實都是先食糧之後 有這個食糧 以前相對再要爭取的 看到進去也就有分別了 有這是好啦 這是不好啦 這是我喜歡的 這是我不喜歡的啦 那有長啦 這個好的啦 這長這個短 長短都有它的因緣啊 沒有好沒有壞啊 如果說人長了一百 要不說是兩百多公分 你看你要到公車 要坐基因車 你就很麻煩啊 對不對 但是你在人群上的時候 你看 比人家看得清楚啊 說有好必有壞 這相對法嘛 世間的現象就相對法 我們自信就沒有啦 自信它是壹立的平等 跟神接觸都壹立的平等 它不會在我們 像世間的相對法裡面 所以說有相對法一定是落在我們 相對的顯用一定是落在心事 心意識裡面 所以一切接觸就是 其實就是我們本來是 而在妙真如性就轉成了六世了 變成了世心了 的分別了 本來的世 自它是一件事情 不知道 什麼叫世 什麼叫自 其實是就是一件事情 你世親近了 那世就是自 世自然無了 那就自就是自 那世就是一件事情 其實自會 把我們的 染污了把我們的 智慧轉成了 世心的分別而已 變成我們的 世心的分別啦 執著啦 妄想啦 啟捨啦 那就照做諸悅了 所以我們往外攀岩 就是轉至成世 到你不往外攀岩的時候啊 那就沒有所謂的攀岩不攀岩啦 一切都是親近啦 一切作為都是親近的 沒有這個法相名詞啦 沒有啦 是因為我們攀岩變成世了 才叫我們不攀岩 是這樣子 是方便 都是方便 到了真正心親近了 沒有這些攀岩不攀岩的問題 一切把潛水祭坡 全坡祭水 所以說我們攀岩那就是 轉世成智啦 所以世智它本來就是 正念心熬矣 假設我有了這攀岩呢 有了啟舌啦 那就是落心意識的思量啦 就把我們智慧轉成了世心 所以就生出六四出六門見六成 那把我們自信的法財功德去切索 我們的法財功德 這是我們稱為六賊 有沒有 眼見色好壞啦 那就六賊啦 心就不親近啦 切索我們的本來心很親近的 被外面沉浸染了 就是六賊啊 道理就是這樣子 著相啦 著相就六賊啦 切索我們本來親近的功德法財啦 切索我們無量無邊本氣的智慧啦 叫做六賊 心著相就六賊 所以我們迷在境界 那就是之後就越來迷越來越深 所以我們就是被誠和絕 那被六賊和我們的絕 所以說六賊就是轉成了菩提啦 那和絕了嘛 被了我們分別那就轉成六賊轉成菩提啦 轉成...看了境界 我們稱為境界般若 又立一個名字 因為境界嘛 那境界就是般若嘛 所以立一個名字叫境界般若 境界般若就是轉成了我們的般若智慧啦 所以這一講 菩薩是六根門頭 我們講六根門頭是放光動地 我們反而不是六根門頭執著啦 那就五天和地啦 煩惱啦 幾煩惱啦 差別都在這個地方好遠 不是完全不能作用啊 它是一切不然啊 所以說我們這樣親近性的作用 你看一切不然所作用的 我們稱為深就是不深 深就是不深 作用就是不作用 都是親近 貶是親近 所以我們講六根門頭放光地 就是不大的境界 所以我們知道 一切都是我們司法界 就是我們司法界最為是一心 現在我們是人法界 所以我們在人法界裡面的功能 我們過去 你要算農業時期的時候 就演變成科技啦 科技時代啦 其實這科技了解啦 只不過是我們人類的一部分而已啊 不是真的很 全部有啦 還有我們九法界的智慧 智慧的功能 我們科技也沒有辦法去了解 你看科技也沒有辦法說 去了解軌道啊 沒有辦法 科技也沒有辦法發現到這個什麼 西彌山啊 西彌山啊 西彌山在哪裡 科技有沒有辦法 沒有啊 為什麼沒有辦法 夜是不同的 夜啊 不同的夜 他看不到 所以說 華恩君裡面有一段啊 講很好啊 他說 那奧聖人啊 對不對 看不到菩薩的那種的神通變化 種種的這個智慧 就如同什麼 在我們山上啊 山上啊 獵人啊 在山上啊 看不到那個很多的那個那個那個中藥 中藥材啊 都是藥啊 處處都是藥啊 奧聖人看不到 菩薩知道 欸這個是指什麼 這指什麼 就是這樣子分別了 差別很清楚啊 不過菩薩智慧不得了 這是我們本句的 那用這樣的比喻啊 告訴我們 我們這些心心 不要去住了 奧聖人因為住了捏盤 就把朋友的智慧如來智慧得像 就顯發不出作用了 菩薩不一樣 所以我們了解這個道理很重要 所以說 一切 你看到司法界 菩薩在司法界 一切都通達無外 沒有障礙 因為這我們自信他本來記住了 他能生萬法 所以這講 誓名為喪誓 那如果我們 起了思糧啦 弱了心意誓啦 那就變成了 生六誓出六門見六成 那五運 少數十八誓 通通都變成有界線了 那一有界線就有障礙啦 有界線有障礙啦 所以底下所講說 如是一十八誓 皆同自信起用 所以說這個 六根六成六誓 合成為這個十八誓 其實都是我們根神接觸 變現出來的 其實外面的世界就是我們自信變現出來的 所以我們有了這 我執法執我法執 那就有了五運十二處十八誓 如果我們了解空法 法也空 我也空 法也空 一切境界都是什麼 如如 一切境界就是經上所講 如夢幻泡影 虛幻不死的 所以金剛軍最後才講 一切有違法如夢幻泡影 如入玉遊間 運作如是觀 所以這個五運六誓 二十二誓十八誓 其實當下我們不再去執著的時候 當下就證明如來仗的智慧相 所以我們講說 有我無我 其實到最後 你說 我們講說 好啦 那個說已經到無我了 無我還是一個 有一個 一個無我的這個 相對跟有我是相對在 到最後真正通達的時候 有我無我是一件事情 都市主在上廟正如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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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沒有 裡面沒有一個我的執著 也沒有一個身見 也沒有一個我的執著 所以說 這個時候就是 你怎麼講都對 講無我也對 講有我也對 那是因為眾生的根氣的不同 然後顯現的這個作用不同 其實到了我們一心境界的時候 訴說也對 道說也對 怎麼說都對 因為是一眾生不同的根性 你看前面不是講嗎 佛性無常 對不對 那是不是可以這樣 讓它開悟 一樣道理 我們了解這個道理 之後 原來我們過去生 在現象界面 不斷在執著 把外面境界當作真摺 如果我們真正懂得放假 原來我們六根 作用 再演耶見 再偶耶聞 再鼻能嗅 再舌能腸 再醋 再醋 身體的那個醋 能知 這什麼都是一樣 所以說佛講 有我無我 其實都是因為我們迷思了 所以念 本智無然的親近 解脫自在無外的這本心 遙遙分別一切通達 所以說 真正到了這樣子的時候 那是真常唯心 真常唯心 只有能夠用一個字來說明 用一句話 就是 心情楚面也已倒斷 言說不可及 內心親近 你一有力的時候就是視心 所以說 古德講 取心記錯 動念記乖 就是這個道理 那為正乃之 所以我們了解這個道理 我們就慢慢 把我們過去的習氣慢慢淡化 慢慢淡化慢慢淡化 慢慢淡化 讓我們心呢 不濁在外面 一濁了我們懂得放下來 只有保持我們這一念 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這一念心 它本來就是 卸脫自在的 這一念 它本來就是無助的 你的節 節制性本來是無助的 那是清淨沾然 自在無外的本性 就是不失散不失惡 正乙摸實 你看 原來就是這一念 它從來都沒有失掉過 所以說 從一念心 根層接觸 起用 就是它 所以說如是 依十八戒 就是 節制性起用 那 若自信 若邪 那是十八邪 自信若正 那就起十八正 就是 差別就是 其實這個 肉邪就是指 米 染 米邪 染上 那染上 我們 我們叫做邪 離了 我們叫做正 這個 染了 叫做邪 所以佛法講的邪 是 正的差別 叫做 在這裡 跟正 跟邪的差別 染了 我們稱為邪 偏調啦 邪簡單講 偏調啦 那如果我們自信染了六成了 那就起了十八邪了 也就是起了十八 種的染法啦 那十八種的染法就變成我們的 正暴身心意暴之界 有了十八戒的染法 那我們就有了生死輪迴啦 那 自信若正 起十八正 那正就是我們心地親近了 不染萬法啦 那 真信 長自在 那就是起了十八正 那就是 諸佛如來的十八不共法 所以這個 諸佛如來的十八不共法 他不是我們凡夫也不是奧聖 所以就是我們諸佛如來 他所正的一切 達到一切不染 我們凡夫染的五一六成 外照染了這個境界是死有的 對不對 可是奧聖仁他還有染了這個激進 把本有的智慧被那個我們講 激進捏盤這個那個智慧被他蓋住了 所以內心染了無常無我 無露無盡 那菩薩 那前教菩薩還有一個住一個宗 還沒有真正的把我們自信 這個 無染的這個自信 真心 這一念無助真心 他顯發出了最圓滿的真實妙用 因為還有這個 過程還有前法 還有前法在內心 真俗等官 雙遮雙照 那個都是方便方法 所以說 前教菩薩還有 住宗 我們稱為 但宗佛信 那到了實教的時候 你看到真正到了佛的時候 實教菩薩 諸佛如來 其實我們講 其實我們講 執教菩薩都可以稱為 諸佛如來 唯有真正到的究竟位 把四十號品 聖教明前段進來 唯有佛 祂真正的一切智慧 就是從這邊顯現的 所以我們知道 修行到最後 從初相到細相 我們也了解了 我們就不會再執著在這種 各種有所得的境界裡面 越修行我們的心越清淨 相對能鎖 越維繫到最後沒有能鎖 那就是諸佛如來 你看 不是那麼容易 修行就是多生多絕 不是只有 我們只有基礎 了解這個四年 殘重四年 不是這個四年以後 我們就成就了 我們了解這個道理 之後要起觀照 起觀照 這很重要 起觀照 在我們生活之中 歷是戀心 所以說到了真正完全不然 有不然 然也不然 近也不然 你看 包括一切中道也放下來 那就是真正真信活盤拖出 那就是這一講的 十八寫著轉成十八不共法 他不共法 不共凡夫外道的 也不共傲聖的 也不共前教菩薩的 為什麼 因為心地清淨自無餘 所以我們稱呼叫十八不共法 不是外面找的 是我們真正的做到了心地清淨自無餘 你真正的不然萬進 不然也不然 那十八不共法 就現前了 所以當我們實教菩薩 破了一分根本無明的時候 有時候能夠分正一分十八不共法 所以我們自信 清淨不然 那就能夠分正 這個俗佛如來的智慧 那含惡用即是眾生用 那善用即是佛用 惡用就是我們有善惡 有善惡 有其者 坐在這個兩邊 有在善惡兩邊 坐在相對兩邊 那就是我們講眾生用 那善用即是佛用 善用就是 也不是我們世間的善惡相對待的善 這個善就是 真正是自善圓滿的善 不作兩端 善惡皆離不作兩端 寥寥分明 清清楚明白 趁信好用的 也就是我們自信的 信德的啟用 信德的作用 因為我們現在我們有我職跟法職 為了我們滿足我們的欲望 所以把我們的真心的信德 把它 那智慧德能顯發不出來 因為被我們的五一六層的煩惱層 把它蓋住了 如果我們把這個習氣啊 三層次的習氣機 我把二字全部破了 我們自信的信德 它就顯發出來了 它的 法律是什麼 就是我們親近 無量之受精講 親定平等結 那是我們本有的 到了親近平等慈悲的時候 那一切法就通達一切明瞭了 就轉成了轉世 我們講轉世成治 所以轉世成治簡單講就放下 放下萬元就 智慧就顯放出來了 因為我們都長期在視心嘛 要視心染了才要放下嘛 如果我們在沒事的時候 沒有在相對能所的時候 要放下什麼 那本來就智慧了 所以放下我們相對能所 我們視心的去分別執著 所以放下的時候就轉世成治了 為是我們親近平等慈悲 那就是善用即是佛用 用由何等 由自信由 用就是我們凡撲 我們自信取用 那對我們凡撲 當然我們現在凡撲多了兩邊 那菩薩是如此不動 不取向 差別就在這裡 凡撲就助降真心 傲盛人就是 也是 助什麼 助捏盤 助捏盤 有人講 祂不助向 祂只有助捏盤向 不助外面的向 祂不助向也不知身心 那菩薩是 無所助 而生其心 所以這個使法界 唯是我們這念心毫矣 所以說 古德講 不物本心 是血法無益 所以佛法 就是種在這個物 前面講 祂主大師講 道由心物 了解 這個事實真相 知道這個事實真相之後 佛法就知道我們 原來我們這念心 祂本來記足的 所以禪宗講 一念無心 妙器 妙器 既得 放下來 你這念心 直下承擔 就是這念心毫矣 你不染萬禁 以後對外面境界 不再取捨分別就好了 所以說 對於講 用油 合得 油自信 油 那對法 就是 六祖道所講的 這個36對 就是我們 新攀岩顯現出來的 這個種種現象 是我們自信不攀岩了 那這36對法 那自信它本來是 集熬常用 用熬常舉 那就是我們自信的妙用 所以六祖道師 先叫我們集 36對 叫我們 對境界中取觀照 在境界中 於善中 不著善 寥寥分明 能夠 如果能夠 取念二 馬上放下來 保持 親近 保持忠道 不取兩邊 這一念 集集心心 輕輕集集 集熬常照 照而常舉 在作用上 集熬常用 用熬常急 如果我們多了兩邊 那就是眾真用 如果眾真用跟佛用 就在我們這一念 差別熬矣 所以六祖道師 把以作萬法 無量無邊 融成 叫相對法 36對 所以說36對 非常重要 那我們時間的關係 我們36對法 對法 境界 無情有五對 天地 就這樣對 總共36對 我們架個星期 來做說明 時間已經超過了 所以我們 我們這個 依這個六祖道師 這個禪經裡面 把我們心地法門 修行的方法 我們可以藉著禪經 對不對 心地法門 以後我們對於這個 修行的這種 我們就有 能夠 有一個什麼 依這個方式來修行 一個落腳處 下手處 我們就知道了 不會在一個境界項裡面 因為我們 過去生 過去這個 今生 有接觸這個 很多道場 很多道場 有些這個道場叫我們 叫怎麼樣 這個道場叫我們怎麼樣 那這當然啦 那當我們還沒有 對瞭解的時候 我們還是以色 但如果我們了解的時候 你自己可以調整 自己可以調整 調整的方式就是什麼 讓我們這相對裡面 心越來越親近 不躲在這個相對法裡面 讓我們心 那就是 從我們 自盡其益 若莫作 重上奉行 提升到 我們講 從 下次到 中次到 提升到 上次到 上次到 就自盡其益 了解實相 放下來而已 這很重要 自盡其益 我們要懂得 心理法門講的 就是很簡單 把事實真相告訴我們 懂得放下熬矣 而不是在文字的博法裡面 弄得團團轉 那就很辛苦的 不了解心理法門 心理法門 讓我們在修繩過程之中 有真的很大方便 目前感受很深 因為以前不知道 現在懂得這樣關照 可以幫助我們在修繩 找了很多煩惱 好 我們一起合掌 功念回向祭 願以此功德 譜集於一切 我等於眾生 皆共存佛道 多可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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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可謙 超可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